在网上随便搜索看到公开研究报告和散户从券商这拿到的报告 其实不是券商研究最精华的内容 最精华的都是真金白银花了钱的买方客户 比如基金公司还有其他投资机构付的费看到的 而这个付费就是从基金公司的交易佣金里出的 监管机构允许基金业内约定俗成基金公司使用基金的交易佣金 就是这个分仓的钱向券商支付研究支持 也就是谁家券商研究的好价值高就在他家多交易 研究的不好少在这交易或者不交易 某基金公司的钱总人长高峰 接受美日经济新闻采访的时候就解释 基金公司内部决定给哪个券商多分钱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首先让基金公司负责投资研究这块的人 就是投资总监基金经理基金公司研究员一起去打分 哪个券商提供的研究服务多质量好分数就高 然后根据这个分数从第一名排到最后 比如第一给15%的分仓 第二给12%的分仓这么一个一个排下来 虽然以交易佣金支付研究费用这个形式 未免稍微有一点名不正言不顺 另外现在基金规模越来越大 这份钱越来越多 基金公司对券商研究的需求也没那么大 毕竟市场上也就那么几千只股票 钱多了也研究不出花来 这付出已经和基金公司买研究的钱不匹配了 但终究基金经理使用券商研究的结果 最终用于判断如何进行基金持仓 归根结底也是用于基金本身 为了基金更好的盈利 从这个角度看确实属于羊毛出来羊身上 你非要说这样合理没啥毛病 但真的只是纯纯的 谁家全商研究做的好 就给谁家多分钱吧 美日经济新闻记者根据公开数据统计 钱董事长出来爆料了这家基金公司 2022年把14.72%的分仓 合计633.2万元的交易佣金 分配给了一家HT证券 而最新数据 HT证券的分析师数量只有两名 这个公司的分析师数量少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财联社最新的一个报道 分析师人数在100人以上的券商 一共有11家 而中金公司之家大券商的分析师数量 甚至达到了200多人 HT证券的分析师数量 在全行业101家 有持证上岗的分析师的券商中 区区不才 和另外5个券商并列倒数第一 虽然基金公司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来辟谣 说各种规章制度下 不可能存在利用佣金去做利益输送的事 监管部门也会非常严格的去查 基金公司每年分仓是否合规 有没有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打分的内部程序甚至去查它的记录 但是就算从最公开的数据看 这个分仓远远没有谁家研究员服务好 谁就分的多这么单纯 接下来小猴要说到这些原因 就没有那么名正言顺了 首先是对自己家股东的倾斜 基金公司按股东分类有 券商系保险系银行系信托系 你就比如供应瑞信 宇州行家的属于银行系 平安基金 中国平安家的属于保险系 北信瑞丰信托的 这些公司好多业务 也会和自己母公司深度联系 比如帮股东去管一些委外基金什么的 而大量的基金公司属于券商系 是证券公司的参股或者控股公司 我们一般也认为 券商系的基金公司投研能力 会比其他系的公司强 而在分佣金的时候 这些基金公司肯定会往自己的 证券母公司这边倾斜 根据公开数据 比如华夏基金是中信证券的 2022年给母公司分了2.05亿 惠天赋是东方证券的 一年给母公司分了1.71亿 咱就说这种事其实刨干问底 一下你也说的过去 因为肥水不流外人田呀 那些银行系保险系的基金 就因为自己母公司规模还会大一件呢 证券系的公司说 母公司信得过服务好 给基金公司服务和给散户的服务 肯定不一样 万六万七万八 人家研究服务做的好 记名该付钱 咱就付钱 咱一起价值投资 但这事还是不对 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某某基金公司给两个研究员的券商 分了将近15%的分仓 那个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 可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股权关系 不是亲戚也不是母子 那凭什么给这么多呢 答案在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合作的 另外一个业务里 那就是基金的销售业务 证券公司和银行和支付宝 天津基金网一样 在取得了基金销售资格后 也会买卖基金 属于一个销售渠道 我们知道给销售的回扣越多 销售给你卖货的时候越卖利器 而如果这笔数额不小的分仓费用 不仅仅和券商研究 股东关系相关 还和销售相关 看起来就合理多了 从证券基金协会数据和基金公司分仓数据来看 这个图非常明显 基金保有量这个事 您可以不太严谨地把它简单理解为 证券公司作为销售渠道 卖了多少基金 而从数据上看非常明显 卖的基金多不多 和基金分仓佣金收入 有非常非常明显的显现证相关 本身这些公司卖基金 你的A份额申购费 C份额销售服务费等等 这些代销费用 会打给这些公司 而基金分仓作为代销费用之外 额外的奖励 这个被称为交易量返还 据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 相关交易量返还 可以达到原有代销费用的 40倍甚至60倍 近年来大家养成了买基金的习惯 基金规模越来越大 散户的万二和基金公司的万六万七万八 这之间差距的这个钱数本身 也越来越大 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钱 支付研究费用绰绰有余 自然会流向其他部分 虽然这事不合理 事情到这里仍然算情有可原 基金公司他想多卖点基金没毛病 基金公司就是规模越大 基金公司的能力就越强 还能把股票价格买上去 虽然小猴说这事 说的有点心虚 但这事从逻辑上 您是可以理解的 而在每日经济新闻的报道中 有这么一段采访值得深思 有这么一个业内人士说 最大的问题来自于一些 没有原因的分仓 比如一家不知名的小券商 既缺乏卖方研究能力 也不是基金公司的股东 基金销售能力又不突出 作为弱势的一方 但又获得了来自基金公司 不少的分仓佣金 而那位爆料的前董事长 在采访的最后说 这会形成两种趋势 每家券商都会花重金做研究所 而凡是有点权利的人 都会在这里边去寻找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利益 在这样的利益分配盛宴中 券商和基金公司都是受益者 唯独基民是利益受损者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如果您觉得讲的确实可以 欢迎点赞 收藏 投币 一键三连 希望大家接下来投资都顺顺利利的 再见 张岚的家族信托因失去独立性被击穿 为何家族信托的独立性这么重要 《红楼梦》第十三回 秦可卿过世后给凤姐托梦说 趁今日富贵 在祖坟附近 多致田庄房舍地母 一位祭祀供给之费 皆出自此处 从《红楼梦》买坟地讲起 钱就是钱的逻辑背后 家族信托在本质上 是一种怎样的领主和国王 权利与资本之间的博弈和妥协 屏幕前的你好呀 我是搞点机械文学的小猴 我们今天来一期轻松的篇闲聊的话题 大S都拿不走家族信托 为什么因为独立性存疑 被CVC击穿 家族信托是什么都怎么用 到底是不是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钱存进去了谁都动不了 咱们接着说《红楼梦》哈 为啥秦可卿托梦 都要让凤姐买坟地附近的资产 秦可卿让凤姐加强对贾家 祖坟周边的土地资产配置之后 接着说的就是 即便日后抄了家 这祭祀产业也不会入关被抄 清朝小说《儿女英雄传》中 第一回也有家里长辈 嘱咐买坟源田产的气氛 说要是万一世道不好 家道中落 守着这点地方 还可以耕种读书 不治动恶 社会动荡的时候 买坟地资产真的有用吗 答案是是的 一位出身于清末民初的满学家 在自己的著作 今起从谈北京的满族中说过 民国时期对清朝后裔还是挺苛刻的 但是各府邸世家在没收齐地之后 穷了下来 好多家都曾搬到祖先坟地原寝中赞住 抄家不抄坟地 王朝更迭也损害不到坟地 这是我们国家封建社会时期 大家的共识 而凤姐虽然精明 府内原来曹莽的贾家 却也想不到这一块 大家族如何在一朝天子一朝臣 甚至王朝的更迭中得以存留 或许是秦可卿这样来自更高阶层家族的人 才懂得的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祖坟的田产换了一种金融形式 那就是这次张兰被CVC击穿的家族信托 张兰这事您可能在其他地方已经看过很多遍了 我简单地帮您回忆一下 2008年张兰想要给翘翘南弄上市的时候 跟鼎辉做了一个对赌 鼎辉注资两个亿人民币持股10%多一点 但是翘翘南要在2012年前上市成功 否则人家的投资 张兰要按约定的价钱回购买回来 但那段时间经济形势也不好 公司也没有办法达到上市目标 最后到时间了 就只能花钱把鼎辉手里的股权按约定买回来 这时候CVC出现了 赤资2.5亿美元 当时大概16亿人民币 收购了翘翘南投资有限公司82.7%的股权 剩余股权是张兰持有13.8% 然后剩下的那3.8%是员工持股 CVC在这样的收购后就成了翘翘南最大的股东 但是2012年翘翘南的业绩忽然大幅下滑 而后翘翘南又一次上市失败了 没上市成这件事 CVC聘请了会计师审查翘翘南的账 而会计师2015年出具的报告说 认为张兰存在普遍的数据操纵行为 这个指责可能很多人没有看懂 就咱就说如果CVC的指责如果是真的 说的大概是个什么情况 这就是小猴票房造假资本逻辑 那个视频里说的那个艺术是无价的 这事很类似投资人表面上是最大的 是说了算的 但出品方制片方导演是实际操作的人 20块钱一碗的螺丝粉 因为是烹饪艺术家做的 记账记成500块钱一碗 人家背后和艺术家怎么分你就不知道了 类似这样的事就是限官不如限官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整个集团的创始人 如果不是一条心就经常会出这种事 以及再次声明小猴以上就是给您解释一下 CVC指责了什么事 并不是小猴真的认为张兰女士这么干了 小猴非常尊重张兰女士 也非常喜欢她的奋斗精神 就算这个指责是真的 CVC也不一定无辜 张兰女士称CVC一直在用各种手段 拖延翘江南上市 而CVC本身那几年 先后拿过珠海中富大娘水饺的控股权 而CVC拿走控股权之后 这里咱不展开不讨论谁对谁错 但结果是 这些公司都没啥好事发生 全都一蹶不振了 公司上市这个事和票房造假那个事也很像 就是这个公司你把它弄好了上市 有发财的方式 但是你把它弄不好 把它一个公司弄完 也有它的发财方式 就资本市场有太多表面上亏完了 事实上赚大了的事 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无论到底谁对谁错 CVC对张兰发起了维权 2019年4月28日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称冒仲委认定 张兰存在虚假陈述 裁决张兰赔偿CVC合计1.42亿美元 外加利息 但是张兰就是没钱 你也不知道我钱在哪 那就是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 你去找吧 One Piece CVC呢就启动全球维权到处打官司 找张兰的财产要挖出来 这1.42亿美元的赔偿 官司辗转中国北京 中国香港 新加坡和美国等地 最近的这次家族信托被击穿 和美国公寓被受事件 都是和CVC追讨这笔赔偿相关 根据新加坡高等法院的裁判书 当时收到CVC买股权的转账后 张兰很快就把其中的1.42亿美元 转到了其家族信托可公司名下的 瑞士信贷银行账户中 其中的8500多万美元 又从瑞士信贷 转到了德意志银行的账户 是不是看到这两个银行都有点眼熟 这个时候CVC在追账的路上 就找到了在张兰的信托可公司基础上 成立的离岸信托 受益人是张兰的儿子 王小菲及其子女 托管人士亚洲信托 对我们今天讲的主角 家族信托就这样出现了 家族信托定义上是一种 信托机构受个人或家族的委托 代为管理 处置家庭财产的 实现财富规划和传承的财产管理方式 说人话就是一个委托人找一个受托人 一般是个信托公司 把自己大量的钱放到信托里边 约定这些钱去进行什么样的投资 然后设定一个受益人 这个受益人一般是自己 或者自己家族里面的人 然后约定大概比如按年 一年给多少钱呀 还是最后哪年 把这些钱都给出来呀 而且还可以设定给这些钱有什么条件 就比如有一个老爷子是要求自己的子孙后代 在每年清明节在自己坟头哭十分钟 子孙后代证明自己在坟头哭过了 才能把这个生活费打给这个子孙后代 咱今天这视频是清明节专场 就跟粉干上了 在海外一般家族信托都是特别有钱的人 用来比遗产税和其他各种税的 他是委托人给受托人的一大笔钱 这样他和委托人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就算这个委托人破产了 也不会去清算那个信托 张岚的钱在家族信托里 而家族信托有独立性 这就是所谓的这些年信托公司吹的特别厉害的 风险隔离功能 CVC讨账就讨到这就卡住了 因为这是个张岚的信托 你就算讨债也从这个信托里拿不出来钱 这些年好多有大产阶级就是 比如设立一个家族信托在结婚 离婚之后老公或者媳妇分不走里面的钱 就是所谓的避免出现婚变的财产分割 近年来好多家长会给富二代做这个 因为富二代离婚在结婚的现象太严重了 结了离离的结 这损失会让富一代心碎 以及比如经济形势好的时候 企业的失控人会成立一个家族信托 万一以后企业不行了 破产的时候清算不到信托 子孙后代还能靠信托里面的钱生活 不至于生活品质出现大幅下降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家族信托和祖坟周边房地产特别相似 都是在风平浪尽的时候准备 防止波涛汹涌的时候出事 但家族信托并不是完全钱在里面就动不了了 我们国家之前发生的家族信托第一案 就是夫妻两人中的丈夫在外面生了孩子 瞒着老婆 给外面的儿子用夫妻共同财产搞了个家族信托 有些信托公司近年来为了拓展业务 给客户了一些不切实际违反公序良俗法律也并不保障的奢望 甚至家族信托被有的人就此称为小三信托 而无论是背着持证老婆瞎搞的 还是专门设立家族信托用来躲债的 这种本身就很可能违法的东西 如果正房或者债主上了法院 这样的家族信托很有可能并不会被法院支持 这个结果就是信托有可能被撤销 或者就是家族信托的账户直接给别人接管 我们现在回到张兰这 CVC不是卡在张兰的家族信托门口不能进去要钱吗 但是2022年11月CVC告张兰还钱的时候 证明了什么呢 证明了张兰多次从家族信托里往出转钱 还用家族信托的钱在纽约买了公寓 张兰的代理律师也书面确认过 张兰才是瑞士信贷银行账户和德意志银行账户的实际所有人 就这样新加坡高等法院就认定 将其个人资产转入信托壳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躲债 最终判决同意CVC任命接管人接管过来 张兰设立的家族信托账户 账户都给人家了 当然这钱就直接可以从那个家族信托里转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美国把那个张兰的纽约公寓要给卖了还CVC的债 这个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也是类似基于这样的判断 可能张兰女士自己都会疑惑就怎么 这个我看着无所谓的事 我自己的钱我自己的账户拿去买公寓 CVC怎么就能这么轻易的把家族信托击穿了呢 而为什么家族信托最重要的就是它的独立性 我们接着讲故事 中国古代的财富传承和抵御极端风险 靠祖坟周边资产配置 而在现代金融公寓的老家欧洲 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那是个领主和国王的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群领主和一个国王 国王看到领主非常富有 怕领主造反 又想占有领主的资产就对领主收取大额的遗产税和财产税 领主的钱想要进行任何投资和赠予都要被收税 而转移又能转移到哪里去呢 最多只能捐给教堂或者慈善机构 就这样一轮一轮的收遗产税 国王的资产会越来越多 而领主的资产会越来越少 但领主也是会反抗的 随着法律体系的发展出现了一种新的法律实体 叫信托 这个实体允许人们将财产留给信托 由信托经理管理和分配给受益人 以保护财产免受继承税和法律争议的影响 那就是最原始形态的家族信托 这种情况下信托就是纯正的一堆钱 这堆钱专人管理案约定分配 他不是人 所以你不能对他收遗产税是吧 遗产税是有人继承遗产 而他也不算领主的投资 他是领主把自己一部分钱直接独立出去了 领主跟自己的钱分家了 领主就这么设立信托把财富放进信托里 留给自己的孩子 那国王收不着遗产税就这么忍了吗 答案是是的 国王就这么忍了 因为国王最怕的事情是领主造反 而因为财富在信托里 钱本身是独立的 国王不再担心领主用信托里的钱造反了 而领主接受了吗 领主为了保住钱 保住维护信托存在的制度 也需要一直支持允许信托制度存在的国王 国王和领主权力与资本之间就这样达成了微妙的平衡 而就因为如此 从信托这个制度诞生那一刻 信托的独立性就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独立性是国王默许领主 设立信托的基石 信托发展了这么多年 远远不是国王和领主之间的事情 而是有大产阶层的一种工具了 其实家族信托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了 因为家族信托它可以对受益人设置很多条件 又可以存在很多年 所以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个人意志利用信托实现 比如2017年就房托的那个霸王集团夫妻店 夫妻俩闹离婚用定增的方式 上市公司股票定向增发给家族信托 夫妻俩中男方用这样的方式 稀释了女方的股权 还就此制定了长子作为最大受益人和接班人 然后近年来在国内开始 有人使用的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 就是有一些退休之后又不想卖了自己辛辛苦苦创业的上市公司 又没有合适接班人的上市公司 创始人或者是董事长 会把股权转入一个底层资产式有限合伙形式的股权投资基金的家族信托 这样找个这批去管理上市公司 自己作为LP还是实控人 上面这块你有点专业 您看得懂就懂 看不懂也没关系 我们接着说八卦 比如这是比较最近的事 就有一对有钱的姐妹俩生了孩子还都是女孩 姐妹俩都让渣男祸害了 又怕自己女儿遇上渣男 然后就设置了这样的家族信托 要到女儿50岁之后才能从里面取大钱 在这之前都只能领最基本的生活费 防止渣男只是为了图钱而祸祸他们的闺女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怕不孝子孙不给自己上坟 设置条款 每年收益人领钱的时候需要清明节在坟前哭够十分钟 然后给信托的管理人确认才能领钱 近年来也是为了海外上市公司架构 很多上市公司企业主都会选择使用离岸家族信托 但就是张兰还有那位非婚生子做家族信托的人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就是信托公司想这单生意 玩命的夸这个制度怎么好 其实忽视了很多问题 他们把信托形容为随便给别人打钱 随便躲债的一个工具 但事实上很多事情是信托公司为了销售夸张过的 也会出现种种问题 以及近年来离岸信托的规模巨大 对我们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应该也一定会管 我看专业期刊上已经有人提这样的问题了 总之信托一直在迭代 起高楼宴宾客楼塌了的事情 在无数次的轮回 而资本和权利的博弈 不知道还会伴随人类文明多久 最后本视频明谢一位贼好看的律师小姐姐 贼好看 那再见 详解基金管理费 谁拿走了时间的玫瑰 大家好 我是高点基金文学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基金管理费中间的门道 现在很多人有了这个意识 就是我要把钱交给专业的人管 但是给专业的人管 就是世界上并没有免费的午餐嘛 它并不是免费的 但是你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专业的人 到底是怎么跟你收费的呢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大家经常买的这个公募 比较普遍的 公募对你收的费用呢 最主要的就是管理费 最贵的是主动股票型基金 就是你平时很熟悉那些什么 昆昆啊松松啊 他们基本上费率都是1.5左右 基本上是1.5 然后债券型货币型的基金管理费更低 大概0.5以下 我们可以以昆昆子的一方达蓝筹为例 它收取的就是1.5 它是一个普通股票型基金 还是混合 总之它是股票型的吧 这1.5是怎么分呢 就是大概这1.5是一年 然后它会分到你持有的每一天去分摊 大概来说就是每年跟你收1.5% 就是你持有的 比如买1万块钱就是1万的1.5 然后这个会每年是1.5 但是会摊到你持有的每一天 公募基金的管理费坑还是比较少的相对 你需要最注意的就是一些 本来预期收益就比较低的基金 比如一些滚动定开债 就是你的预期收益 它就是2%到3%左右 但如果你一不小心买了那种 管理费就要0.5%的 它其实就吃掉了你很大一部分收益 这类基金有的管理费就挺低 我持有的一直会天赋的 90天滚动的短债基金是0.25 但是如果有一些是0.4% 甚至0.5%的管理费 它真的能吃掉你很大一部分收益 这个买的时候要分辨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看私募 我们国家的私募呢 就是也是参考了海外对冲基金的管理费 是用2加20的这个收费方式 所谓2加20是2%的管理费 和20%的回报 和公募一样 私募基金的管理费 也要看管理类型 股权基金就是那个PE 一般都是2% 然后证券的呢 分比如股票多头量化多头CTA 这种可能它费的比较多 就是2% 然后有一些其他的什么债之类的 可能也是1到1.5 但是据说现在因为私募之间也很卷 所以收的可能到不了2% 甚至更低一些 我们通常会说呢 比起公募 私募和投资者的利益 绑定的更为深入 是因为存在那个2加20 后面的20 就是20%左右的业绩报酬 就是私募给你赚到了钱 赚到了之后 它还会分走20% 我们一般就叫它业绩报酬 然后私募去分这个钱 叫具体业绩报酬 这个具体方法就是比较多种多样 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高水位法 这个高水位一听就挺高端 是不是 其实就是约定一个集体时间 比如是基金赎回的日子 这一天到了 如果基金创造了历史高点 私募就跟你分钱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买了私募 买了100万 到你约定的日子 涨到了150万 那私募基金经理 从这多的50万中 再跟你分走10万 就20% 但如果这100万到那个日子跌到了90万 那就不给你分这个钱 只收管理费 这个听上去还算合理 但实际操作上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比如私募基金会故意在赚的多的时候去做计题 把你兜里面掏出来那个 这个钱落袋为安 甚至有一些基金会虚报禁止 亏的只剩下五分钱了 它还按一块三来计题 这个就很缺德了 那国外的私募是怎么搞这个事呢 首先我们看一下最有名的巴菲特 巴菲特现在已经不是一个投资公司 它目前是一家保险公司 主要收保费 但是它当年也是不去收管理费的 它在1961年刚开始做基金的时候 考虑的叫0加6加25 就是不收管理费 如果它赚到了超过6% 它再从这个6%以上去提25% 据一本巴菲特的传记说 当时巴菲特是考虑到 投资人的主要利益是年化报酬率 投资经理人的主要利益是管理更多资产 收取更多费用 如果两方利益不一致 就会产生潜在的冲突 就是现在我们好多基金管理人遇到的问题 但是也不一定都是这么良心啊 比如一个很有名的数学家 西蒙斯创办的量化基金文艺复兴 他旗下大奖章基金 从1988年到2020年 复合年化收益率 费钱是66% 这个基金向投资者收取36%的业绩提成 和5%的管理费 但就算这样 费后年化收益率仍然达39% 就是虽然它并不是2% 就是我们常见的2% 便宜的管理费 5%的管理费和30%多的业绩提成 仍然能每年给你赚到39% 其实就作为一个投资者 确实就是基金管理人 菜就是原罪 如果他赚的够多 你真的不在乎他那点管理费 但如果他赚的又少 然后他管理费收的又多 甚至他去有一些弯弯绕 去想别的方法去多收你的钱 这个确实就很成问题了 所以管理费我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觉得我说的太专业了 可以弹幕或者是评论给我提问吧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 谢谢你看我的视频 其实今天我非要录视频 是因为我化了个妆 就是今天 今天 居家好久了 但是今天突然很想化个妆 如果化了妆还没有录视频 就觉得白化了 就是这样 谢谢你看我的视频 小破基金骤然暴涨 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大家好 我是林赤木 今天想给大家讲一下 基金骤然暴涨暴跌的情况 有的基金一天可能涨90% 甚至有一只基金 曾经一天涨了200% 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它长成这样 背后逻辑是什么 以及你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 有没有可能抓到这样的机会 首先为什么说是 骤然暴涨超10%呢 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大多数基金是一天涨跌 超过10% 就是很诡异的情况了 因为基金背后买的是股票 或者债券 货币市场工具 我们先不算了 股票的话 它每天的涨跌停限制 是10% 债券呢 就算基金买债券的时候 是加了杠杆的 但也很少加很大的杠杆 一天的涨跌幅可能就1% 2%这样 所以涨跌超过10% 是一个很离奇的状况 但要注意 这个说的是非杠杆基金 如果是杠杆基金 就是分级基金 有AB份额 A份额给B份额 这也是另外的情况 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讲一下分级 还有其实如果说跌的话 如果债券基金踩雷 其实跌幅也能超过10% 一天跌20% 30%的债券基金也是有的 那个是踩雷的情况 我们有机会好好梳理一下 哪些基金公司曾经踩过债券的雷 就是回到主题 在这样的条件下 为什么有些基金一天能涨90% 有些基金一天能涨10%以上 有些基金一天涨了206%呢 这种现象其实经常出现在熊市 我不知道B站的年轻韭菜们 有没有经历过熊市 我们可以抓一个熊市的例子过来 2016年的时候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 2016年从年初就开始熔断 就年初第一个星期的时候 我印象那五个交易日 有三个交易日熔断了 熔断是什么呢 就这一天指数只能跌7% 其实熔断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了 因为指数只能跌7% 但是股票可以跌10% 这其中其实有3%的 无风险套利机会 它不跌成这样才怪呢 就监管真的是傻 说回说回说回正常的 然后这一年你统计的时候发现 其实股票性基金就没涨多少 这一年的年末发现 股票性基金的冠军涨了17.9 看图 混合基金的冠军涨了29.8% 其实这一年户深300直接跌了11.28% 所以能 而且当年我记得反正股票市场特别惨 交易的 就是大家交易也不够活跃 所以那年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2015年年末的时候 好多人冲业绩 所以当时的股票仓位 就是大家买股票买的也比较重 所以年初的时候 2016年年初的暴跌对基金的损害真的挺重的 但如果你不看这些 你把2016年整个的基金收益率 偏股涉股的基金的收益率 拉出来你会发现前面有一只 一只独秀的基金 一记绝成涨了90% 它就是国泰农役C 诶 为什么 它涨了90% 然后但是也没被寄到什么护士的冠军里呢 它其实这90%是一天涨的 你可以查一下数据 在大概4月18号的时候 国泰农役C净值飙涨了90.57% 看一下这个陡峭的曲线 再看一下这个 它在全年中 它这么多年了 那个陡峭的线 你都可以看到它 就是这么多的净值 基本上都是那一天涨的 很诡异的事情是什么呢 它当时的持仓 4月18号我们可以看它一季度末的持仓 它当时持有的是金雷股份 其性股份 大华股份 反正这些 没有一个涨得像持有之后 可以让它一天涨90%的 而且 它持股占基金净值比 可能只有一个 人负医药到3% 其实它基金持有的股票 可能持有这一只股票最多的只占了3% 它可能是一只打新基金 或者一只主要买债券的基金 这些根本不支持它一次涨90% 一天涨90% 所以它到底是为什么 涨成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返回到这个基金的 合同里面去看一下 就搜它的合同可以看到 基金 国泰农役C 招募说明书显示 它对C类份额持有人收取的赎回费 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这个赎回费是多少呢 只有基金时间不到30天 赎回费率为0.5% 超过30天 含30天 这个赎回费免费 那是不是有可能有这样的情况 它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赎回 这个赎回足够 这个赎回费 就是它剩下的基金的90% 这样它一天就涨了90%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基金季度末的规模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 国泰农役C2016年的一季度末 规模是10亿多一点点 得到2016年的二季度末 就是6元末 它的规模骤降到了225万元 这是几乎10亿元的赎回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只基金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们并不知道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比如有人4月1号买了这只基金 买了10个亿 然后这只基金已经空空荡荡 剩不下多少钱了 就剩了500万块钱 然后这只基金现在的规模 是10亿零500万 但4月17号的时候 这个买了10个亿 这个哥们儿突然我不想买了 我对你的基金没有兴趣 他把这个赎回了 那他接受了一个 这个30天内赎回费0.5% 这是一个惩罚性的赎回 那他赎回了之后 要交这个赎回费 10亿的0.5%是500万 那他这个基金的500万 赎回费进入基金财产 那这个基金一天就涨了500万 他原来就剩下500万了 又涨了500万 那如果这一天是发生这样的事的话 那他一天就会涨100% 这个90%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 90%点几几 大家可以大概的推算一下 但是因为我们对他规模 实时是并不掌握的 我们只知道他上个季度 和这个季度末的份额 所以我们也只是大概的推测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 这个一天涨90% 不是人性的扭曲或者道德论的上 他就是巨额赎回导致的 当时我采访了一位很厉害的老师 他现在去做FOF了 他当时是这么跟我说的 某日单日收益率大涨 且其核心份额或次级份额 收益率并未同步 这基本可以判断为大额赎回所致 所以大家了解了吗 其实这个是大额赎回导致的 一天暴涨90%这样的事 可能你会说 他这是不是个个例呢 但其实这样的事还有很多 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2016年全年的基金收益率 这张图刚才我说了 当年的偏股基金涨得最好的 是涨了29%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29%以上的这些妖艳建货们 都是 也不是妖艳建货了 29%以上的这些 基本上都可以确定 它是当年曾经有一天 暴涨的这么多 就遭遇了巨额赎回 因为熊市的时候嘛 大家卖的都比较凶 而且这种基金在里面会比较显眼 这上面我看怎么也得有10 没有 有好几个 而且就算没在这上面 比如当年年末的时候 有一个西布利的新动力A 12月份有一天 涨了11.23% 就这种其实有很多 但你说了 既然这样的有很多 一天涨10% 涨5-60% 涨90%这样的好事 我要不要努力一下呢 我的答案是 千万不要 因为巨额赎回可能引起 这种暴涨 但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它是比如30天以内赎回 才是0.5%的这种 我们说是 惩罚性的赎回费 也有一些 它走的时候不交赎回费 但也有一些固定的基金的 要付的费用要记题 那或者是比如基金计算的时候 没有特别的严禁 有一些小数点之类的问题 这样也会引起暴跌 比如也是2016年的时候 有一个渐信新风回报C份额 它一天曾经 暴跌了67.56% 然后隔了几天 它又暴涨了200多 两百多少 我一会看一下 它当时巨额很可能 就是巨额赎回之后 基金份额就剩不了多少了 它可能一个巨大的基金 最后就剩了几万块钱 然后有些固定费用仍然会记题 或者有可能是比如它 因为基金小数点一般是精确到后四位吧 我印象中是后四位 总之它可能小数点有可能不精确 那一个巨额的数位也可能会引发暴跌 但是后来这个渐信基金又一天暴涨了208% 又把这个涨回去了 然后渐信基金当时回应的是 基金净值大幅波动 是因为估值方法造成的 我们已经修复了净值 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也没损失 它说是它估值方法出现了错误 最后修复了 但基金持有人也有可能就此受到损害 所以这种暴涨暴跌的基金 我们是不要跟的 虽然它有一天可能涨90% 一天涨200%多 但这种一天的东西 这种干一票就回家结婚的事 我们不要干 这个flag不要理 为什么会有这种暴涨暴跌的基金 其实好多人不知道 有一种基金 我们管它叫委外基金 它是基金专门为一些机构设置的 包括比如一些专门 一些基金公司会专门为一个机构设置一个份额 这个份额里面可能大量的是同一个机构自己的基金 就是可能大量的 比如10亿的基金 里面只有500万是个人投资者 另外9亿 9千万零500万是一个大机构 这个大机构可能会撤出 可能会就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而你作为个人投资者在里面是弱势的 这样的委外基金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特点 主要特点应该就是规模小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规模暴涨暴跌 就规模的波动比较大 然后它的名字起得特别不走心 名字都是按备份的 这种基金我们稍微避免一下吧 如果买的话最好买比如基金公司 比如明星基金经理的 或者是怎么说它名字起得很走心的 这种的一般可以避免是委外基金的基金吧 大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知道我的节奏有没有快一点 谢谢大家 就这样 大家好我是林吃木 最近市值管理这个事很火 大家也都吃瓜的时候发现了 市值管理这个事其实就是上市公司 联合一些游资券商公募 包括私募去操纵股价的这么一个事 正好其实大概两年前 我做过一篇相关的稿子 就大概给大家讲一下市值管理 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会做市值管理 然后怎么做 资金来源 如何分成 以及怎么规律监管 大家过往听之 其实这只是冰山一角 什么是市值管理 其实市值管理这个词最早 没有这个违法乱记的意义 它只是一个上市公司 通过各种方式来达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 但到了后来就有各种各样的其他方式 比如系统性的业绩造假 还有通过资本运作和收并购来刺激股价 然后甚至早年还有上市公司 曲线的去借用各种资金去炒作自家公司的股价 但现在的市值管理呢 其实是一个通过内外兼修 我内部去做上述的这些操作 外部可能再去通过和其他的资金去勾结 然后一起内外兼修 一起把股价轰上来 在业内操作和实施市值管理的行为被称为做盘 就是做一次的市值管理 就是做一次盘 善于做盘的人被称为操盘手 每一次做盘就是每做一个 就是股价操纵 就是做装 每一次做盘都需要两个方面的人 一个是公司的人 就是市值管理的标的上市公司 一定要有公司的高管或者实控人 内部人员参与这个装才能做成 另外一个是金主 也一定要有资金来源 因为靠上市公司自己的资金肯定是不够的 谁是市值管理的金主 这个可能是个人大户 可能是私募 可能是其他的资金来源 其实这个事 这回这个事牵扯这么多金融机构 就是公募和券商 我还是挺惊讶的 因为早年间 其实确实有很多大型的金融机构 介入市值管理这个事 但是前几年 其实狠狠罚过一批 罚过这批之后 很多金融机构并不愿意亲身冒险 但是 看那个 这次这个爆料之后 可能我这个消息是错误的 还是有人愿意冒险的 金主和上市公司的目的 这两方参与市值管理的人 他们各有各的目的 对于出资方的金主来说 做盘的主要目的其实就是挣钱 它是通过资金优势和信息优势来掌控定价权 然后通过这个股价的波动 那肯定市值管理之后涨上去了 它就实现收益了嘛 然后公司方面 一方面多数公司会希望股价上涨 增加大多数那个股东的价值 股东价值和融资能力 但另一方面有时候为了配合 公司的资本运作和股权激励 也有可能是希望 并不是希望上涨 而是希望股价不要波动得太厉害 做盘过程中 金主和上市公司都要做什么 在这个做盘过程中 资金方提供的是资金和未来的分红 来交换公司的各种配合 然后公司方通过提供各种信息 还有财务数据 包括收并购 换取公司市值的增长和分红 从本质上来看 其实就是一方出钱一方出力 然后两面一起合谋 就把这个公司的股价弄上去 市值管理从一个勾兑开始 其实市值管理这个事 在好多证监会的处罚书中 我们都能看见 这个其实挺公开的了 它这个始于一个勾兑 一般都始于一个勾兑 就是资金方找到上市公司方 或者上市公司方找到资金方 上公司说我有市值管理需求 然后你给我整一点钱来 让我把股票市值做上去 或者是资金方问上市公司 你要不要做市值管理 大概就是这样 然后两边一商量好 上市公司方抛出利好 或者做出好的各种数据 然后资金方找专人操盘 这一批先到这里 下一批再举个例子 也越深越知道 你能触及到的比较本质的东西 其实就是资本的意志 资本和粉圈有关系吗 屏幕那边的你好呀 肯定有些朋友像我一样 就是觉得饭圈是一个 又吵又不理智的地方 就一群毫无理智的人 聚在一起说毫无理智的话 骂毫无理智的街 后来因为自己也有了喜欢的明星 稍微了解了一下 骑士饭圈更多背后是 它的经纪公司和 背后资本培养的结果 我现在更倾向于认为 粉丝本身其实更多的是 稍微无辜一点的 就像白毛女里面 我很喜欢那句话 就是救世界 把人变成鬼 新世界把鬼变成人 这是有意识引导的结果 这些资本呢 把群体心理学运用到极致 运用职业粉丝 放那些精心设计的小作文 有针对性的做一些什么 虐粉固粉 然后增加粉丝粘性 然后去提高粉丝的消费额 作为粉丝 就是你作为一个弱势的粉丝 个人来说 其实没有那么有抵抗力 但是粉圈的操作 肯定不是我能探讨的终点 今天想探讨的是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为什么资本要培养饭圈 去祸害粉丝的脑子 伤害他们的心智 他们变成傻子 嗯对不起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PEFOV 就是股权母基金的帅哥 他反复跟我提一句话 就是资本有其意志 然后这些年 我在关注资本市场的时候 也能看到 这句话其实非常准确 有国家意志的资金 会专门去收一些高端制造 为国家长远发展做打算 地方政府资金会和企业约定 我投了你 你税要落在我这儿 然后被清理之前那些大厂投资部 或者是为了垄断 或者是为了自己进一步发展 而巨大体量的个人或私企 他的目的呢 他作为资本 他的目的就是赚钱 而且他这个钱不光是不亏损 要做到无风险收益率以上 这儿可能有的朋友 不知道这个词 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 无风险收益率和国债啊 通货膨胀这些事有关系 他有他的计算公式 但是本质上他的概念就是 我毫无风险可以赚多少钱 类似于你把钱放到支付宝 余额宝里 以人民币几家资产 我们一般把十年期的国债 作为他的收益率 作为他的无风险收益率 他这两年 他一般就是在3%上下浮动 当资金体量巨大的时候 就算每年1%的收益率 其实都很重要 100块钱的1% 只有一块钱 但110亿的1% 就是一个小目标了 何况3% 就个人的观察 资本培养饭圈的目的 就是形成稳定的观众 这和资本追求确定性的 有确定性的回报率 有极大的关系 有相关圈子的朋友 跟我说过 某明星代言是一天回本 另有明星是半年回本 因为他们的粉丝 体量巨大 动辄兴风血雨 而资本投资 他们就有了非常确定性的回报 但我们都知道 文化艺术投资的不确定性特别大 观众不一定会接受 爆赚和爆亏之间 就是剧烈的波动 维持一定固定的粉圈 就可以确定 有一定的最低的回报 如果你是个大资本 在你面前摆了两只基金 有一只一年至少有3%来自粉圈的回报 和20%来自非粉的回报 另一只没有这3% 告诉你我们赌一把 可能亏50% 也可能赚100% 那你肯定 如果你的钱足够多 你还是会选那个保本3%的 前几年的时候 一级市场投资影视类基金的项目还挺多 但我亲眼见过一个券商子 因为投资影视基金失败 高层全部换学 真的很惨 大资本的投资也是这个道理 就是现在据越来越难看 大家都在吐槽 用流量而非演员 其实就是资本追求确定性的结果 人家就是追求 我有这个保本 他有这些粉丝 我就能有这些保本 但这些问题 你说他无解吗 其实是有解的 比如我是听说自己没有研究过 说好莱坞 就美国的一些电影 亏损会通过一些保险来解决 我开拍之前买保险 如果赔了 保险去给资方一个最基本的赔付 这个就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资本的困扰 但是目前我们这边 好像不仅没有这类的保险 而且学本无归的理由 还很神奇 但就是你了解越深越知道 你能触及到的比较本质的东西 其实就是资本的意志 你摸到了资本的意志 你就能知道好多这个事情本来的脉络 然后最后我们就可以说一点题外话 最近某娱乐公司准备香港上市 有人翻了一下 他主要的市值来源 都是在一个男明星身上 然后当时他签了一个长期的合约 还上了热搜 然后有一个也是在最近出的新闻 也不是新闻就是消息吧 有一个编剧还是导演 说自己的剧 其中的一个演员是资本塞进来的 不是他自己想要的 他觉得不符合那个角色 你把这两个对在一起看 有没有想到什么 你在一个公司IPO他要上市 给他公职的时候 一个再播热剧男主的合约 肯定比一个普通的流量小生 更能撑起一家公司的市值 尤其是在一个关键的节点 是吧 然后说个题外的话 你说资本他最恶吗 他其实就是要追求一个确定的收益率 资本本身其实是没有善恶的 善恶始终还是背后操纵他们的人 然后另外一个思考题 明星后面是资本 你有没有想过资本后面是什么 这个问题就分享到这里 虽然讲了一大段道理 但是还是想说一句 QNMD粉圈 谢谢各位观看 黑石旗下房地产基金 遭遇挤兑时赎回 会成为下一轮国际金融海啸的起点吗 屏幕那边的你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最近瑞信被传爆雷之后 黑石好像也要挺不住了 大家对金融巨头爆雷如此敏感 主要是当年雷曼兄弟的破产 引发的连锁反应 直接掀起了接下来的全球金融海啸 从那之后很多人担心 瑞信这样的金融巨头倒下 会成为新一轮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序章 而当下黑石遇到的和当年雷曼兄弟 舍身炸的资产泡沫粪坑一样 都和房地产相关 黑石这边这次被巨额赎回 竟然不是因为亏损 而是因为一只房地产基金 最近涨得太好 投资者在想市场这么差 你这基金怎么涨得这么好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了 废话不说 我们先来看这张图 这图是剔除了一些 基金性调整之后的美国房价波动 看见2007年之后这个豁口了吗 这就是雷曼兄弟那次砸的坑 怪不得大家最近这么敏感 一般资产的价格 这种直挺挺的上升或者下降 都不是什么好事 比如我们上一期做的 债券收益率成了这样 就引发了你理财的亏损 甚至引发了金融机构 踩他性的卖出债券 房地产也是这样 尤其是被用来投资的房地产 当地时间12月1日 黑石限制了旗下规模 达1250亿元的房地产投资基金的赎回 因为赎回这个基金的人太多 造成挤兑了 首先我们聊聊为什么这次是黑石呢 黑石是全球最大的 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所谓的另类资产 有一点点像我们所说的飞标 是股票债券现金之外的金融和实物资产 比如基建房地产和股权 这类资产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它不透明 它不像股票债券这样 有一个大家都能看到的 在那交易的价格 这次黑石出问题的 被好多投资者 抢着赎回的基金 BREIT 就是Blackstar的REIT 就是和房地产相关的投资基金 近年来我们国家的REIT基金越来越多 大家对这个品类的基金 就了解也比较多 它全称是不动产信托基金 简而言之就是把一段高速公路 或者几个商场 一个产业员 甚至一个污水处理厂 中关村里花几个楼 招商舍口的产业员什么的 给弄的像上市公司一样 然后它也可以被做上市 这个像上市公司一样的基金 它的资产 就是这块园区 或者商场 或者这段路本身 然后它的盈利 如果是商场园区 那就是租金 如果是高速公路 那就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 以此类推 然后买这个基金的人 定期拿这个盈利的分成 我们按房子看它的话 就它会为什么涨跌呢 我们按房子看它的话 它涨价 一般要么是租金涨了 要么是房价涨 黑石的这个Rate 和我们国家的Rate 还不太一样 首先它没上市 其次呢 它里面不是单一的资产品种 它里面品种比较多 有物流设施 医疗办公区 甚至还有赌场 最重要的也是这次 可能会出问题的事 就是它加了杠杆 就是它借了债 有意思的事是 黑石这个房地产基金 最近遭遇了大的赎回 不是因为它亏损 而是因为它赚的太好 今年以来 这个房地产基金 它赚了9% 而同期 道琼斯美国精选Rate指数 跌了22% 都是投资相似的东西 如我们刚看到那张图 今年美国房地产环境这么差 而美国处于加息周期 钱更值钱了 相信各位买房没买房的 都有这个意识 房地产都是钱 不值钱的时候比较好 是不是 所以投资者就说 你是不是把我当傻子了 这个估值看起来就不对劲啊 尤其投资这类资产的高净值投资者 自己对金融行业都有一定的认知 他们就想 既然你可能骗我 说收益率有9% 我又怀疑你在骗我 那我直接现在就卖吧 无论你骗我没有 我趁着你收益率高 赶紧卖了不亏 大家都这么想 就一股脑子去赎回 10月 黑石这个房地产基金 收到18亿美元的赎回请求 约占其资产净值的2.7% 并且11月和12月 它都收到了超过季度限额的赎回请求 这样肯定不行啊 黑石赶紧解释 说因为这个基金80% 投了出租公寓和工业地产 投资的地段也好 涨得好 和你们看到其他类型的瑞士 它不一样 但投资者明显不太买账 还是在赎回 黑石的股价也不停的在下跌 那没有办法 黑石被迫开始 卖出基金里面的资产 应对赎回 12月1日当日 黑石宣布 以12.7亿美元的现金对价 出售美国拉斯维加斯米高梅大酒店 和曼德勒海湾度假村赌场的 49.9%的权益 而且为了应对赎回 黑石还做了很多限制 就不让投资者赎回那么多 11月所有赎回的人 只拿回了自己要求金额的43% 表面上看起来 黑石卖资产还债就行了呗 但黑石自己在这个基金里面 加了杠杆 据报道 Brit这个基金 三季度末的杠杆率是46% 相当于基金里面 每100块钱都有46块钱的债 加杠杆这个事的危险 就像借钱炒股 自己的钱炒股亏了割肉 或者慢慢涨回来 借钱炒股的时候 亏的钱可就是被放大了很多倍 尤其如果这个品类 全都遭遇恐慌性赎回 然后他借的钱又还不上 可能就真的会成为 掀起一轮金融海啸的开始 最近一个和黑石这个基金 类似规模稍小的 名为喜达乌的房地产公司 发的房地产基金 最近也遭遇的类似的事情 被挤堆式赎回 此外最近几个季度 黑石出现连续的亏损 他到底能否自救也未可知 其实最近就 本来整个环境都很脆弱 这类事或多或少 在很多资产类别里都出现了 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 反映出来的就是 无论你投资什么 投资收益率都不会特别好 而这些金融机构 无论他用什么管理费收取方式 其实你都会看 他的收益率在决定买不买 当然是对应一定的风险 但是你相应的风险 你还是会看他的收益率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拉高收益率就两种方法 要么加杠杆 要么牺牲流动性 加杠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借钱炒股 风险和收益都会提高 而牺牲流动性 类似你买那些 封闭期比较长的产品 就比较难卖 如果没有到期就卖出去 它就不值那么多钱 这两样提高收益率的方式 其实金融机构 或多或少都在用 但是平时没事 只遇到极端行情时候 就会出问题 最近我们的债券基金身上 或许也出了这么一点点 类似的问题 债券基金的基金经理 为了提高收益率 去拿那些流动性不太好的资产 就是要持有时间比较长 然后到期兑付的那些债 借此希望能有更好的收益 而最近又遇到了大量的赎回 没办法只能含泪割肉 便宜了卖 卖在低点 而这又产生了几堆的恶性循环 这事就往往是本来应该持有 拿到期 拿到收益的资产 被赎回然后没办法抛售 抛售又压低价格 压低价格加去赎回 这基本上是每一轮金融危机的标准式开头 极端行情下 想卖了落袋为安的人多 愿意别人恐惧我贪婪 买入资产的人少之又少 资本市场上一个东西多少钱 在它抛售的时候是买家说了算的 而有人大量抛售 没有人买 那个得多便宜呀 它必然导致资本泡沫的破裂 经济整体环境不好 风平浪静的时候 你觉得安全的事 在波涛汹涌时可能就会要老命 这个时候一些使用物理学圣剑 进行金融学应用的小伙伴 投资的风险和收益 可能已经远远不在对等 希望大家的资产 无论经历怎么样的风浪 都平平安安的吧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侯 今天就录到这里 欢迎您点赞支持一下我 再见 大帅退时流行的 阔腿裤又回来了 我们讲讲 美临时钟和康波周期 屏幕那边的你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侯 今天我们从宽松库的一次次流行 讲美临时钟和康波周期 这两个经典概念 一起探讨 现在历史的进程中 当下的我们到底身处周期的何处 不知道你最近发现没有 女生穿紧腿裤的越来越少 穿宽松裤子的越来越多 不瞒你说我自己已经买了三条 尤其那个穿高腰的宽松裤 然后中间露一件腰 还能挡住小肚子 觉得特别实用 我没发现这个事没有什么不对 直到看见这么一张图 说每当经济出现衰退 大小小的时候 都会流行宽松裤 就算我们有些朋友 没有了解太多经济学相关的知识 不知道这些蓝的红的 都画的是什么 但你也大概能看出来 宽松裤流行的时候 确实不是什么好年份 比如1929年到1933年大萧条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和 擦皮仙小男孩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传说 华尔街上跳楼如雨下 那个时代的裤子呢 确实有点宽 说个近一点的 毕竟大萧条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说个近一点的 这个裤子你眼熟吗 哈伦裤又叫吊当裤 2008年到2009年 我们很多人都亲历过 那个时候来是汹汹的刺带温西 不知道是否和哈伦库一样都在你的记忆里 还有我们熟悉的喇叭库 这个其实是从1960年流行到了1970年 由猫王推向了时尚巅峰 而我们都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 西方一直在追问西方文明出了什么毛病 我们再回到那张让我决定做这期视频的图 Market crash是市场崩溃事件 你可以想象你的茅台本来涨到2500块 然后又跌到1500块 天交的房子你500万买的 跌到250万 一个月还要换1万多的月供 这个红色阴影大概表示的是这样的近况 那为什么宽松库会一次次的在这个情况下流行 它其实代表了一个周期 其实相关的理论不只有宽松库 还有口红裙子的长短 他们都是经济比较弱的一些外化 而经济学家其实是用更多比较确凿的数据 说明经济在衰退 如果您没有学过经济学概念 和我一起想象一下 经济好的时候是一条向上的跑步线 经济不好的时候是一个向下的跑步线 然后经济的延续呢 就是上下上下是一个波浪线 王兴在范佛里说 2019年是过去时间最差一年 是未来时间最好一年 这句话被大家最近说烂了 就是从周期的角度 你在跑步线的顶端的时候 你往前走 你只要往前走 就一定是下跑步 但如果你把一个轮回折叠 把一个上跑步线和一个下跑步线 对起来 它就会变成一个圆 这个把它画成圈的一个经典理论 其中有一种叫美临时钟 美临时钟长什么样子呢 我去搜的时候有这个有这个 然后相关的推荐是这个 美临时钟当然不是真正的时钟 它是通过经济增长率 GDP和通货膨胀率 就是物价把经济发展 划分为衰退、复苏、过热、滞胀 这四个阶段 就是这样一个四个阶段 在不停的轮回 我们从衰退周期开始讲 衰退周期经济不行 没人买东西物价也不涨 复苏阶段经济上来了 但是产能没那么足 所以经济起来了 物价还没起来 然后到了过热阶段 经济繁荣物价也涨 企业开始扩张产能 发展超过了经济增长 潜在均衡水平 所有的成本都上升 直到滞胀 物价还在涨 但是经济开始下行 然后又进入到了衰退周期 这一个圈就转完了 从美临时中的角度 我们现在在什么周期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还有一些大的金融机构 已经在警告衰退了 至少在一些国家 已经陷入了物价走高 经济下行的滞胀阶段 想必最近寒气也传到了 你的A股和基金账户 滞胀和衰退周期应该投资什么 在美临时中的理论下 滞胀周期中现金为往 只有现金最好 但到了衰退周期 会印钱刺激经济 债券表现最好 然后经济见底的时候 就是超低股市的好时间 到这里你可能想问 我们这个难受的衰退周期 要持续多长时间 根据美国的前八轮衰退 也就是半年到一年 但是为什么这一轮周期 让你感觉这么压抑 没有希望呢 所谓人生无常 周期有常 大厂包小厂 大周期包小周期 没有行音梗 其实理解更人类 更宏大的问题 一个美临时中是远远不够的 这我们可以浅浅地讲一下 一个更大的周期 康波周期 20世纪20年代 一位伟大的毛子经济学家 康德拉杰夫分析价格数据之后 发现存在着50到60年 左右的周期性活动 就不是美临时中的 那个5年10年20年 为什么人类会有 这个50到60年的周期 后来的经济学员 镀音给出了原因 就是创新 在改变人类级别的创新之后 人类就进入了新的周期 这样开创新世界级别的创新 都有什么 1782年的蒸汽机 到后来的炼钢技术 1892年开始的电力汽车 化学工业 一直到最近的 1948年以来的计算机 航天原子能 这些技术创新的存在 都诞生了新的康波周期 人类的大周期 根据镀音的理论 每隔50到60年 会出现一轮全球经济增长 缓慢的诸葛拉周期 即康波的萧条期 萧条之后 将依次经历复苏 繁荣和衰退 而现在的我们 很可能已经进入了 康波的萧条期 其实我们国家有一位老师 把康波周期研究的特别透 他就是周期天王周金涛 他也写了相关的书 如果你想详细的研究 康波周期就去看他的书 他在2016年去世前预言 在座的各位经历的都是 从衰退到萧条的转折点 在座各位未来十年 注定在萧条中度过 这是康德拉基耶夫 不可改变的规律 视频篇幅有限 康波周期我们就只讲到这里 但我们还是稍微关注一下 在大的人类萧条周期中 应该投资什么 一般可以选择的 比较稳妥的投资 比如人口流入城市 核心地块的房地产 这里以上海为例 黄金 个股可能是 你与衣食住行相关的个股 才能有一定的保障 一位张哲曾经说过 一个人的命运 既要看个人的奋斗 也要看历史的进程 你可能觉得在这个进程中 你无法施展全教育寡欢 可能觉得前途一片暗淡 看着你父母 乘着他们那年的 康波周期积累的财富 但你能做到的 只是啃老 或者为了一套房产 掏空他们的所有 但是同志们 人来文明这么多年 人来人往 起高楼 宴兵客楼塌了 只有周期永在 那合适的时间 做合适的事情 坦然面对自己 我们太渺小 我们对抗不了人类的弱点 探机生物的局限性 太阳从北回归线 到南回归线 这一个个冬天 也是周期 但我们还是要心怀希望 历史经验表明 每一个康波的萧条期 都是后发国家 超越先发国家的一个窗口期 而我们这代人 还能在退休前 赶上下一个 康波周期的复苏和繁荣 我常常劝我的朋友 不要悲观 虽然人类的资产会消失 但人类并不会消失 只要撑过去 我们一定会看到 下一个周期 满街漂亮姑娘 穿短裙的时代 如果有幸您能看到这里 那也可以和我讨论一下 你认为能撑起下一个 康波周期的创新是什么 好了 又到我们最后的题外话环节 这儿就是脱稿 讲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2019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会 说人类每发展到这个 就是少数人占有太多财 反而说 对了一点 我认为一个印象都没有 所以大家肯定有同感 有同感的可以 但不理扣一个因 发生几个事 这是第二个 其实他说的 第三个物件是什么呢 就是什么都被 其中的三个 背诵啊 它是有重点的 那么我们一定要挑 最重要的新区域 然后再去 它是不重要的 所以说 如果说你什么都被 来做的这个判断 然后 那是8月还是9月 举个例子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只有三个月的时间 还有第二年 2020年 新冠就来了 然后后来 我们也看到 俄乌战争就来了 刚才我们说了 我觉得这些政治学家 对这两个预判 这个时间呢 我们是被教育学 原理的时间 到这里 还是被教育 那位已逝的周金涛 但他们能做出 这样的预判 就是人类其实 还是在不停的 重复自己的错误 第一章其实有 一二三四五个 所以在这里呢 是四个五星 但是还是会 重复自己的错误 所以 学好 第一个周期 我们能 很大程度上 第二个内容了 在这里要注意 有一个复习 至少让我们 复习的是 8月1号的五星 过得更舒服一点吧 也希望 我们一起挺到 那个满大街姑娘 穿短裙的时代 不想再穿宽松裤了 有时间 那么 每个同学 他的量不一样 对吧 但是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这一块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 或者这里 不要说走 疯狂自购的新闻 又多了起来 他们自购 都在实际上 屏幕那边的你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今天的视频 可能稍微有点无聊 数据比较多 但是干货满满 近期媒体又疯狂报道 啊 基金公司又自购了 渲染出一种 现在是底部了 快跟着基金公司买 肯定不亏 但事实可能并不是这样 本期视频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仅从数据上 阐述一些事实 也会尽量避免提及具体的基金 我们就数据说话 看看基金公司疯狂自购的时间段 到底是不是市场的底部 首先 看一下以净申购规模计算 就是基金公司自购 哪个月份规模最多 毕竟 花钱买的规模 才是真金白银 很多朋友看到净申购 这三个都开始头大了 我们要在这里说明一下 基金公司可以申购 就也可以赎回 虽然基金公司赎回 媒体报道就没有这么卖利息 净申购指的是 申购减去赎回 这样就是一个净的数据 以后我们还会遇到一个 更让人脑袋大的 净申购为负 就是基金公司卖的自购基金 比买的多 这个时间点可能比基金公司 疯狂自购的时间点更有意思 我带大家一会儿结合具体时间点 慢慢看 您一定看到 然后就是我们所说到的教育家 教育家 2018年4月 2021年3月 2018年6月 这三个月份 基金公司都进行了大货 因为我们考研 都是为了就业 所以以后你想去哪个就业呢 比较建议大家 选择当地 实在院校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上回 五位公众 但我尤其要注意的是 2018年4月 基金公司主要买的货币市场基金比较多 其实大家去 就是看基金公司自购 都说哎呀大盘先底了 所以基金公司自购 但是如果你用货币市场基金的自购规模 去判断股票市场是不是底部 那就南辕北辙了 如果基金自购 买的是自家的货币基金 就是我们熟悉的余额宝这种 他买的是货币市场工具 就是一些短期债券 银行成对汇票等等一些风险低收益低 流动性好的资产 他和我们日常关注的股票 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关系 这个就不能作为股票市场是否见底的判断 但我们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看看 基金公司当时自购货币基金赚钱了吗 我搜了一下天红余额宝当时的70年化收益 作为一个货币基金当时收益的代表 好家伙就那个时间段 基金公司买货币基金可真没少赚 当时天红余额宝的70年化大概是4.1% 就算当年他的收益率经历了骤降 大部分年化收益率都在3%以上 这也不得不说就真的会买 当年2018年户指本身可是跌了25% 买那些货币基金可能超越了 大部分股票型基金30%的收益 解决了上一个误区 我们接着回到我们最关注的那个问题 基金公司自购一般都会买在股票市场的低点吗 我们看一下基金公司自购股票型和混合型基金 什么时候比较多 大家知道股票型基金持有股票不能低于80% 混合型基金分偏股和偏债 还有灵活配置 具体投资比例会在基金合同中约定 但可以调节的上下浮动的比例会多一些 固定了这么多股票型基金 基金自购规模最高您才是哪个月份 是2015年的7月 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这个就是护纸的月K线图 它是每一个小节代表了这个月 这个指数的涨跌 然后那个数线 中间的数线代表的是它波动的幅度 2015年的7月 护纸最高点是4300点 而我们今天护纸是多少 还是不忘初心在3000点上下徘徊 您能说这4亿基金自购它超低了吗 我还记得有个事很有趣就当时主流媒体做报道 暴跌不能说暴跌要说宽幅震荡 旧市不能说旧市要说稳定市场 然后国家队去救小盘股 大家把它炒成妖股 说他是亡人男人 国家队获利了结 一个稿子疯传国家队考虑退出 市场就风声鹤唳 你能看到其实为什么告诉你基金公司自购 不告诉你基金公司赎回 由于这个统计没有偏股混合和偏债混合的区分 所以可能稍微有一点偏颇 但我们还是可以看看混合型基金 哪些月份基金公司自购的规模比较大 2014年以来一共有5个月份基金公司自购 混合型基金规模都在5亿以上 其中最高的是12亿元 这5个月份分别是2020年2月和2021年12月 到2022年3月这4个连着的月份 2020年2月是什么情况 相信很多朋友和我一样 就那个月份都是在家里默默祈祷 疫情像当年非典一样快点结束 然后一切就能恢复正常 现在看来那个时候确实是大盘的街道性低点吧 当时户指低至2600点 原来现在我们说他在3000点附近徘徊 但至少徘徊回来了 那个确实基金公司抄底 在这个月份是真的抄对了 但你看最近这连着的4个月5亿以上的自购 从2021年12月到2022年3月 这是高点还是低点 2022年3月也是基金公司自购 股票型基金比较多的年份 2021年12月 户指曾经高至3700点 2022年初也至少是3400点 但是基金公司可能没有料到 这个2022年这个不确定性巨大年份 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战争 每一发炮弹都袭击了我的A股账户 目前看来它貌似确实都是咱们今年全年的高点 大A股这么多年就在3000点附近徘徊 我们最近又在3000点附近徘徊起来了 听完我讲这些例子 您可能已经意识到了 哦这个数据确实不是那么准 基金公司自购自家的基金 无论是股票型的还是债券型的 都很有可能还是买在了高点上 但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您可以参考 就我们日常看到的报道都是 基金公司自购 就是自己申购自己的时候疯狂的写 但不太会告诉你基金公司是什么时候赎回的 那我们来看看赎回的时候 我们刚才提到了净申购如果是负的 就是赎回比申购多 我们这回直接看股票型 赎回多的年份 2020年6月7月8月 2019年3月 就2019年3月这次啊 卖在了半山腰 看起来稍微靠谱一点点吧 混合型呢 2022年6月 2020年5月 2019年3月和2018年8月 首先看最近的 2022年6月这个涨跌幅 是不是就挺靠谱的 2022年6月确实是基金公司 卖在了年内高点 2022年5月呢 确实这个卖点就不太行 但是2019年3月 2018年8月 这个卖的时间点就还好 数据就到这儿 相信您看到我的分享 对基金公司自购这个数据 就有了一定的自己的认知了 再次说明我的视频 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我在这个视频里 真的没有提到任何基金公司 和基金的名字 就余额宝这种 你也不能把它算基金嘛 然后我只是想讲一下 你怎么样跟着基金公司 去学一个投资策略 我们都说A股扭短雄长 其实基金公司 这些自购的赚钱的方式 就告诉我们 买的好不如卖的好 可能长期底部的时候 买不一定能买对位置 但是卖对位置 还是能赚到钱是吧 小猴这里希望大家 不要因为基金公司自购 就盲目跟风 明确两点 第一基金公司自购 是什么类型的基金 别看某些基金公司 自购几个亿 那是什么基金 他们投资什么标的 这个要注意 二基金公司自购基金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 但基金公司赎回 自家基金 可以稍加关注 但这个就不是 你从媒体上能看到了 你要仔细看看公告 今天的内容 有一点枯燥 但是确实都是干货 小猴争取多 分享更多 有意思一点 资本故事和经济学常识吧 但这种干货 确实能让您 在投资路上变强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欢迎您关注我 再见 网络暴力屡进不止 为何平台太多暧昧 为什么网络暴力 会影响社交媒体 上市公司的股价 我们今天聊聊 社交媒体上市公司 与其他类型公司 估值逻辑方面的巨大差异 以及这样的逻辑下 网络暴力 在资本市场上的价值 屏幕那边的您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为什么有些平台 对网络暴力现象有所纵容呢 我们先要搞懂一个概念 那就是社交媒体 上市公司的估值逻辑 2022年4月14日 伊隆马斯克决定收购推特 价值每股54.2美元 最开始 推特自己的董事会 试图拒绝这一收购 但推特实在没有反抗 多久就从了 2022年4月25日 推特宣布与马斯克达成一致 同意以每股54.2美元 总价440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推特 但推特答应的这么快 马斯克又觉得不对劲 你夜市地摊看中一个包 问人家50卖不卖 人家特别爽快软 那50你就带走 那你肯定想完蛋了 我出价肯定贵了 夜市买包和收购上市公司 不同的是 收购没有完成前 马斯克可以对双方都认同的价格 提出一些意义 5月马斯克就说要暂停收购 确认推特假账户的数量 而当地时间7月8日 马斯克发布公开信说 要终止收购推特 因为他的数据造假 根本不值这么多钱 而马斯克质疑的 正是推特核心的估值数据 MDAO 这是个啥 为什么MDAO决定了推特的估值 虽然世界上很多东西是无价的 但就像你在夜市地摊上看见一个包 那是真皮的PU的还是麻布的 设计怎么样 是大还是小 你会参考类似的包的价钱 给这个包一个大概的估价 上市公司的股价也是一样的 工商银行常年徘徊在4块到8块之间 中市由曾经48 但现在常年8块 赢得时代上市的时候30多块 几年时间涨到690 但现在依然在400左右徘徊 这背后就是整个市场 对上市公司股价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公司估值判断有很多方式 最常见的就是用PE 市盈率法 就是同行业的公司 它的增长速度大概是类似的 PE就是市盈率这个概念 是上市公司的股价 和它的每股税后利润的比 是多少倍 科技类公司啊 新能源啊 朝阳行业像个小朋友一样 大家对它未来预期很好 那PE市盈率倍数就高 然后传统行业 尤其银行房地产这种 劳动密集性 没什么技术材量 就像中年危机的人 那它的PE也不太行 但如果你看很多同行业的公司 市盈率集中扎堆在一块 那也有可能是这类公司 会计技术比较好 这个东西上市公司自己说了 其实大部分时间是不算的 要看整个资本市场怎么判断 某粗量上市公司上市的时候 觉得自己是高科技公司 想要苹果的那个市盈率 但市场不认 觉得它就是个工业妇联 它就成了年轻人的第一只股票 当然上市公司估值不止这一种方法 还有一种是现金流量法 我们今天一句话带过 是有的行业适应率高 就是这个行业很能赚钱 但是钱在账上流动不起来 那它滚动着赚钱的能力有限 这样它也会被低估 这类公司就要用现金流量法 判断上市公司到底值多少钱 这是两种主流的计算上市公司 估值的方式 其实本质上都没脱离基本面 是这个上市公司未来 你对它的预期 但这些估值方式和网络暴利 你怎么看都没有关系是吧 网络暴利之所以和社交媒体的估值 建立关系是因为社交媒体的估值方式 和其他传统上市公司完全不同 早在社交媒体作为初创企业 大量上市的2014年附近 就有媒体惊呼 社交媒体这玩意儿到底是怎么估值的 怎么能这么值钱 领英上市时候估值是89亿 推特上市是140亿 Facebook上市1040亿美元 创下美国公司最高上市估值记录 而当年阿里准备收购Snapchat 这个公司的估值也有100亿美元 因为当时人们就发现传统的估值方式 对社交媒体公司没有用 现金流量法一般用来预测已经稳定了的行业 而基于市盈率做估值就更离谱了 因为这些社交媒体公司根本就不盈利 基本上就是个烧钱的工具 当时人们就意识到给社交媒体做估值 不能用其他方式 而是要基于它的用户数量 我们回到马斯克为了砍价提出MDAO造假的这件事 相对于早期社交媒体IPO下饺子的时代 MDAO正是当下已经相对成熟的社交媒体 上市公司估值的基石 互联网相关行业的老师听到DAO这个词肯定不陌生 DAO Daily Active Users就是每日用户活跃量 MDAO就是推特为了让自己已经步入成熟的财务报表更好看 创造了一个概念 即可货币化的每日活跃用户量 说白话就是会给公司带来收入的活跃用户 挤出那些假用户 僵尸粉 还有那些不活跃的人 因为社交媒体一类上市公司 一切的收入无论是广告还是一些付费会员之类的 全部来源于这个社交媒体有多少活跃用户 而用公式来说这套估值体系就是 社交媒体公司的估值等于这个社交媒体的活跃用户数 乘以同行业一个活跃用户数大概值多少钱 如果我们假设行业内的社交媒体 一个可以货币化的活跃用户 在同类社交媒体的贡献数据是差不多的 那么一个社交媒体上市公司的估值 就完全取决于它有多少可货币化的活跃用户 而马斯克想砍价从推特的MDAU上找文章 等是这边一个用户值多少钱是个常数 那你MDAU有问题 整个估值肯定就变了 马斯克在7月讨价还价 其实主要就是这中间的4月到7月中间这三个月 科技股经历了一轮大跌 推特比收购价还低了不少 但是最后如你所见 推特承认了这三年造假2万的用户数 但是后来推特股价涨回去了 马斯克还是原价收购 但在这个故事中您可以看到 MDAU是目前市场上所有社交媒体上市公司 估值非常重要的一环 您随便打开一个无论中国还是外国 对于社交媒体的言报 MDAU的分析一定是券商判断这个上市公司估值 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活跃用户上涨 那市场就觉得哇这个上市公司的股价会涨 活跃用户下跌或者增长不及预期 那大家对这个上市公司的预期也会不太好 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网络暴力 您想一想网络暴力为社交媒体上市公司带来了什么呢 活跃用户呀 您回忆一下 网络暴力一般是怎么发生的 首先一些大微或自媒体发布误导 或者没有那么误导的信息 制造对立情绪 其次 虚假账户就是所谓的水军炒高相应的话题的热度 让它成为更公众的话题 吸引真实的活人 最后被吸引到的真实用户入场 一起对某些事件发表评论 马斯克入主推特的时候就爆料说 虚假账号一直会追逐网络大V 而相应的评论点赞提升相应话题热度 这也让这些虚假账号可以更好的装作 自己其实是个正常用户 当然社交媒体也希望真实的用户 成为活跃用户 更多的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 互联网的内容越来越频繁 频发的网络暴力 也让社交媒体用户的表达欲变弱 让社交媒体沦为新闻APP 纯探新闻的工具 而如果这些用户参与到网络暴力之中 他们就从普通用户成为了活跃用户 成为了社交媒体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这种漂亮的数字 可以帮助拉高上市公司市值 抬高股价 这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结论 当社交媒体上市公司成立已久 运营方式逐渐成熟 单个用户营收很难再有提升 活跃用户数量就成为了 上市公司营收提升的关键 也就成为了上市公司股价上涨的关键 而无论网络暴力还是水军泛滥 无论制造对立话题还是让整个社交媒体环境越来越乌烟瘴气 甚至默许网络上有组织犯罪 都在短期内对社交媒体上市公司的估值提升 有正面影响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 一个毕业了要上大学的小姑娘 染个粉头发再正常不过了 却被人网络暴力致死 而因为造谣蓬勃的流量 水军机构掌握的话语权 上市公司对股价的追逐 类似的事情一次再一次发生 看不到尽头 在这里我们可能真的什么都做不到 小猴只是希望呼吁各位 至少我们普通人可以稍微保持理智 少被那些以纯粹的流量为食的人误导 不要上了那些通过社交媒体舞蹈公众 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目的的相关团伙的档 沦为他们重构社会共识的免费达成 在小猴看来这样的事情 真的发生过不止一次 并且再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而且曾经很明显地 就现在社交媒体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 抬高过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中 而如果您真的厌恶贪得无厌的资本 纯粹的恶 请至少从自己做起 做一个网络世界中 本来嘛咱们这个行业 IT这个领域 它就需要我们 确实有点沉重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您觉得讲的确实可以 也欢迎您点赞 其实很简单 就是 再见三连 再见 虚拟偶像和大厂裁员 讲讲工业化和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关系 屏幕那边的您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字的小猴 今天我们通过虚拟偶像的热炒和大厂35岁裁员现象 讲一讲西方经济学概念中 资本和劳动的替代关系公司 一个人创造了一与工业化狭路相逢的时代 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自处 小猴之前去面试了一家大厂 那个大厂坐落于北京五环外的某个角落 员工人来人往 就算你想要去偷偷地卷 能感受到人在群体里的那种安稳感 因为小猴之前是个记者嘛 在面试问答环节里就问了 只要你想在这个行业内 能够持续地发展 他说媒体是一个没有经过工业化的行业 手工作坊 生产力永远跟不上来 个人的创造力是最重要的 而大厂最重要的不是人 是制度 只要你智商和情商在人类的极客线以上 你在这个制度中不能够好 但是你要做的就是适度地适应这个制度 抹杀自己的创造力 面试结果嘛 我确实过了面试 但是因为比较的太透了 你自己到底学到了什么 然后就没去 但这次面试引起了我的一点思考 工业化是什么 而且现在感觉各行各业 该工业化的不应该工业化 能不能工业化的都在工业化 从养猪到影视 从SARS到预制菜 他们为什么都在工业化 他们的工业化如何影响了我们个人的命运 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 西方经济学中 工业化后资本对劳动是有替代效应的 我们这种平凡打工人 在自己的个人生涯中 是否正在面对一如几百年前 小作坊守工业劳动者 初次面对蒸汽 结实遇到的问题呢 这些问题 如果你把中学课本上的东西 已经还给老师了 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但是没关系 工业化和资本劳动替代关系 这些概念 今天我慢慢跟你讲 你肯定听得懂 当你以工业化为关键词 在网上搜索的时候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比如一项新兴技术 它的工艺做到了可以量产 人们就说 哎 这个新兴技术工业化了 潮汕牛肉丸工业化 是近年来 玉制菜行业兴起 餐饮行业工业化的结果 养殖行业的工业化 让猪也住上楼房 也能让相应的养猪鞋上市 而影视行业工业化 从剧本到制作 都开始使用数据分析 规范制作流程和制作体系 我们通常以农业工业和包含服务业的第三产业 作为行业大类划分 今天我们探讨的工业化 并不是把农业和第三产业 变成炼钢造车之类的工业 而是让这个行业的生产方式 变成工业生产的样子 你印象中的工业生产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简而言之 工业化就是把一个生产过程 做成一个可以高速运转 也可以复制的大机器 每个人分工明确流水线生产 人和其他零件同等重要 也同等不重要 之前看到网上有段子说 现在在办公室里做PGT的白领 和一百年前在骚丝厂里 骚丝的纺织女工没有什么不同 因为从工业化的角度 纺织女工是纺织机的一部分 女白领是互联网公司 这个庞大工业化企业的一部分 而人在经济学的定义中 在工业生产中是一种生产要素 叫劳动力 机器最重要的是制度 是机制 是机器运行逻辑本身 而不是可替代的布件 每天上下班见到的同事 看门的网大爷 前台的美女 都是这个机器的零件 整个楼里 办公面积最大 赚得最多的那个职业经理人 他决定裁员 裁掉你 裁掉你同事 甚至裁掉一个业务线 生产线的时候 他也是个修机器的零件 而作为零部件的个人 创造力和能动性并不重要 甚至能力突出的个人 可能会这个体系造成威胁 就体制和个人的冲突 我们举个例子 明朝 皇帝玩木匠玩 修仙炼丹的干啥子都有 就是靠成熟的制度 就能坚持这个王朝古岛 反而一个想要勤政爱民 瞎折腾的皇帝 赶巧 外族入侵 内部农民起义同时爆发 制度经历三重极限测试 没撑住 大明 亡了 历史课本和经济学课本 告诉我们 工业化绝对不是坏事 精细的分工提升了效率 一个优秀的制度 抹杀了个人创造力的同时 也最大限度的提供了确定性 工业化的星巴克 有中央厨房的连锁快餐店 每一个味道都差不多 不会有惊喜 但也不会有惊吓 而对互联网大厂来说 上市前后的工业化 带来了可以确定的生产力效益 可以预期的营收和财务报表 在上市后 它就已经成为了一个 标准的市值增长机器 是的 它产出的不是猪肉 是平稳增长的市值 更多的行业工业化 其实为那些本来不太工业的行业 提供了确定性 有确定性在资本市场 意味着有可以预期的营收 可以做成你预判的财务报表 就能上市 进入二级市场 让更多资本流入 有个财经媒体人吴小波 他的那个个人的新媒体品牌 本来就是要上市 然后因为他这个是 个人创造力的浓缩 没有确定性 所以就最后没有上市成 那是谁在推进这些 该工业化的 不该工业化的行业 工业化呢 最最表象来看就是资本 资本要增值 要扩张 要追求确定性的收益 就要工业化 资本就不在乎员工 是不是个匠人 在工作中 有没有闪闪发光的地方 资本在乎的是 你是不是一颗 合格的螺丝钉 而匠人这两个字 倒是可以交给市场部 媒介部 大肆渲染一番 哎 他没准能提升企业市值 资本增值 计划通 工业化不可能放过 偶像这个高利润行业 但偶像 它是诞生于 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吸引 即便是虚拟偶像 也是它的人格魅力 在吸引你 为了将偶像行业工业化 让偶像成为 有确定性 无风险的机器 用一个皮 将背后的 中之人的人格魅力 切割保留 而创造这部分价值 背后那个真实的人 成了机器上 可以随时换掉零件 而因为这种可替代性 我也可以给中之人 更少的 与他巨大创造力 产生的价值不符的工资 真的会玩 马爷 要是到今天 算算这个剩余价值的比例 大概会骂街吧 您可能想说 我这种人 不会喜欢虚拟偶像的 但现在是资本 没有大力推他 什么时候 资本开始推他 用天亮的媒体和水军 就他一起推动 这个行业的时候 他会改变你的审美和价值观 这种事情不是一两次了 不仅偶像 偶像下游的产业 也已经因为资本 对确定性的需求 被工业化 就我之前小小的研究过一次粉圈 就粉圈现在有非常明显的 工业化和职业化的特征 就是那些一人的公司 找大粉管理粉圈 粉丝有自己的分组 有什么做数据的 打头的产出的 反黑的 就是不是大家各司其职 除了那个搞产出的 都是在一个体质下 像螺丝钉一样 进行与创造力没有丝毫相关的 高度分工 重复工作 那啥有人说 追个星跟上班一样 那就是已经工业化了的东西 那就是你在 那就是你在上班 你白天在这个机器里干活 晚上在另一个机器干活而已 工业化为当下我们 当下的我们 普通人 普通打工人 带来了什么 在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假设条件下 在工业化之后 劳动和资本 就是可以互相替代的 我半年雇一个传菜员创造的价值 和花5万块钱买一个传菜的机器人创造的价值 这个中间的替代关系 就是资本和劳动的替代率 而当资本足够负集 足够充裕和便宜 就可以用更多的钱买不喘气的螺丝钉 尽量减少喘气的螺丝钉的使用 资本和劳动的替代率有边际效应 就是到一定程度就不管用 你总是在某些岗位需要人的 比如服务业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上面我们聊过的 是不是越来越多其他的产业 长得越来越像工业了 其实工业化进程中 资本对劳动的排斥这个话题 一直有经济学者在研究 我找到了一篇1990年的论文 对我国50年代开始的 工业化进程中 资本对劳动的排斥进行了研究 当时的学者就在讨论 过早走上资本排斥劳动的道路 是不是不太好 相关资本和劳动的关系 小猴研究也不太深 大家可以去找 温铁钧老师的研究内容 我看B站就有很多 在温铁钧老师的理论中 我国历史上很多 你不太好找工作的年份 或者是给你的那个工作 不是你想做的工作那个年份 和工业化其实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工业化绝对不是不好的 工业化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世界地位的提高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水平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欧美一些国家的去工业化 金融化纸片化 那个才是让人警觉的 但就像我之前说的那些历史上的年份 面对工业化的个人感受 确实不反映在经济数据里 当个人与工业化的世界狭路相逢 面对降薪失业应该做什么呢 我们不是当初初次面对蒸汽机 只会打砸机器的工人 但因为我学的经济学比较浅 没有看到个人面对资本的异化应该怎么做 但是小猴是学文学的 儒家有这么一句话叫君子不弃 有人解释是君子不当工具人 我认为更合理的解释是君子不丧失可能性 我们为了赚钱养家糊口 总有当螺丝钉的时候 但是最重要的是不要丧失自己的可能性 不要因为资本的圈养丧失你作为人的那个最大的优势 创造力 就像历史沧桑巨变 与一次次冰河期有脱不开的联系 时代的伊丽莎落在我们身上成为一座山的那一刻 我们可能痛苦的无法脱协 但至少多少掌握经济学相关知识 可以知道那座山到底从何处来 那感谢屏幕那边的你看到这里 欢迎关注我 再见 因为做的人做过邮币卡交易所 我不相信虚拟货币 屏幕那边的你好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今天想讲一讲基金的题外话 就是看到好多朋友在做虚拟货币的投资 但是为什么我不太相信虚拟货币 首先声明这期并不是科普 是比较纯的主观感受 如果你收益于虚拟货币 或者你相信他 你信就是了 我们并不用互相说服 说服 说服 就这样 再先进的技术呢 终归也是人在做 我不相信虚拟货币能创造财富的主要原因 就是我其实不太相信做的那些人 很多炒币的人会遇到系统问题 莫名其妙的爆仓平仓 就该买的时候买不了 该卖的时候卖不掉 莫名其妙 然后这些交易所本身还没有什么 不会被惩罚吗 但其实有一类骗局并不新鲜 只是他一次又一次的换了一个新名字为货人间 这个名字就叫做庄 每个书写财富故事的大佬身上都有他们做基础工作时候的烙印 比如有些做销售出身的重视汇款 有些做媒介冲身的重视宣传 我今天想给你们讲述一个做交易所的大佬的经历 然后也是这样的经历让我本身就不太信这个虚拟货币 毕安的赵长鹏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他之前还上了一个什么华人财富榜 他的烙印就是写交易系统 他是一个写交易系统的程序员 早在2005年A股的韭菜还不知道高频量化是什么东西的时代 他就从加拿大回来了 回来去帮券商去开发交易系统 据说他在东京证券交易所开发过匹配交易系统 然后在纽约彭博社 然后做过一些什么期货交易软件 然后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做交易系统的人了 然后2013年的时候赵长鹏从一个扑克牌的牌友那个地方了解到了比特币这个事儿 开始接触了虚拟货币 2014年他就决定卖掉了上海的房全部买入比特币 然后在2015年赵长鹏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 OKCoin的联合创始人和首席技术官 就是他是做技术的嘛 但是同年在创始人之间离奇的四币 你说我洗钱我说你洗钱 我们伪造合同就是这样的四币中离开了 但是在赵长鹏的相关稿件中 他2015年到2017年 就是后来他开了币安的时候 中间这一段经历 你并不知道他去干了什么 可能有人有意识的把他洗没了 但是他可能是去做了一个你们比较了解的事儿 叫有币卡 赵长鹏的title之一是笔杰科技的CEO 这个公司官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打开 但是据2018年一篇 现在已经被删掉的区块律动的报道 笔杰科技创立于2015年8月 主要为交易所提供技术解决方案 创始人CEO是赵长鹏 这个网站的官网上提供解决方案的有上文沙丘 上文深江上海地安克等 但这些公司其实有涉嫌 有币卡相关的信息 笔杰科技是不止出售产品 还提供一整套的运营方案 比如一个月筹建交易所 包括定制交易所商业计划书 推荐合作银行渠道团队培训 这个和后来人们虚拟货币的讲故事 白皮书发币上交易所 这个全包园业务简直如出一辙 赵长鹏后来在接受晚点采访时候 解答为什么去做邮币卡 就是他笔杰科技本来想在日本 做数字货币交易所 后来中国的邮币卡很火 有人找上门问他能不能提供 然后他说你愿意付钱我们就做 然后到2017年5月之前 就都还没有租交易所 一直在做邮币卡这一块 然后2017年赵长鹏觉得行情要来了 2017年5月他又回去做 虚拟货币的交易平台 也就是我们后来熟悉的欧站 2018年的时候赵长鹏待过的欧站 因为期货杠杆交易50% 报仓线提醒为生效报仓 然后未参加交易的现金也被平仓 疑似交易所背后操纵系统问题发酵 有媒体发出了赵长鹏写的交易所 凭什么让徐明星赔钱的疑问 但这个疑问还会有人回答吗 然后直到2017年7月币安上线 赵长鹏终于再次重回一线 亲自参加了交易所的搭建 然后很快我们就知道 他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对邮币卡稍微感兴趣 又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人 其实可以搜一下邮币卡 骗局这几个字 你就可以搜出各种案例 那些邻邻族总的交易所 事实上完全脱离了监管 他们可以操纵盘面 那系统问题是从哪里来 当然是从背后操纵的人那来 如果你稍微懂一点 股票市场操纵就会知道 做市值管理的人 甚至可能跟上市公司 直接要股东名单 就是能直接看到 你操纵了之后 有没有肥羊大羊上了钩 可以宰 如果你不光拥有股东名单 交易所就是你开的 完全不受法律约束 你看见有肥羊上钩了 你可以用各种强品工具 把他的现金挪为己用 你有什么理由忍住 不吃他这个钱呢 何况虚拟货币 和大多数股票不一样 虚拟货币的创始人 本身就可以是庄稼 他有大量的算力 还甚至有一些币 是可以无限发币的 那为什么不宰呢 最后问一个问题 留给大家思考 就是关于比特币 前段时间崩了 比特币崩之前 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注意 就比特币崩之前 有一系列密集的消息 有一些很小的小国家 宣布 比特币成了它的法定货币 那 比特币成了它的法定货币 如果你手上有大量的比特币 你为什么不吃它呢 好的 这个就是 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就是一个非常个人的 非常主观的 为什么不相信虚拟货币 或者数字货币 反正无论你怎么叫它 它就是各种币 三大经济学奇迹 美股 日债 中房 屏幕那边的你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今天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传说中当代经济学的 三大奇迹 美股 日债 和中国的房地产 当然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下 是不是把降息稳通胀的 土耳其也加进去 收 为什么说它们是三大奇迹 一般投资 我们都默认它有涨有跌 有扩张有收缩 再好的资产也不能长胜不衰 从纯金融学的角度 以货币计价的资产 左右均值回归 而从我们常识的角度 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从政策的巨变 到科技发展推动时代的进步 任何资产也不应该有什么永远 然而三大奇迹背后 是三个你求 最重要国家的财富积累 首先美股 美股的奇迹是美股永远涨 有一个关于美股的故事 广为流传 据2012年美国洛杉矶时报的报道 美国一位百岁老太太 毕业后到退休前 43年只当过普通的秘书 终身未婚 却留下了700万美元的遗产 而这些巨款 源自他在1935年购买的三股 美国亚培公司的股票 因为他就是那个公司的秘书 75年后 雪球越滚越大 180美元 自己家三股股票 最后滚到了惊人的700万 当然我们在审视这笔投资 现在审视它的时候 就是不应该只买自己公司 因为这样风险不够分散 万一有一天公司倒闭了 你也裁员了 公司工作也没了 股票也归零了 但是美股的那个造富能力 在这个例子上真的可见一斑 美股永远涨 不仅仅造就了部分 持有各股的个人财富 还有美国人 这么多美国人的养老钱 就是401K账户 美国的养老储蓄产品 401K于1978年推出 它被命名为401K是正好对应的税法部分 是401K 401K计划 即劳动者从每年的工资里拿一部分 给专门投资者打理 作为退休后的养老金 当时推出呢 是为了补充美国的养老金缺口 增加养老储蓄 和我们现在的那个养老理财有一点像 换而言之 美国人的养老钱已经在美股里面了 是不是和我们的养老钱在房子里面有点像 而不断进入的养老钱 因为美股上涨提供了动力 提升了直接融资占比 进而推动经济发展 复苏和共同经济发展 然后美股的长牛 但就像我们说的 哪有什么长盛不衰的事情是吧 就前两年我读在这研究生的时候 我们对外经贸大学一位老师 给我们讲股票投资 就说他认为未来百年 最大的投资机会就是做空美股 包括最近就我录这个视频这一天 是2022年的9月16日 苹果这种支撑美股 抖一抖能抖掉一个小米的大科技股 竟然现在已经是头号被做空的对象了 那你猜美股这个奇迹泡沫 什么时候会破掉呢 说完美股我们继续说日债 日债的奇迹不是涨 反而是不涨 是大和欠钱不用还 日本债券市场规模之前 长期居于世界第二亚洲第一 后来就被中国比下去了 成了世界第三亚洲第二 它最重要的是国债占自己GDP比中 能到200%多 就你相当于你这个公司就值100万 然后你还欠250万的债 一个天理嘛 然而更没天理的是 国家和公司肯定不一样 债欠的大部数还不用还利息 因为他国家他把国债降的越来越低 他都已经降成负的了 那他就不用负利息了 就是那个国债的利益是负的 那你国家欠这份债就不用负利息了 而且日本债是国债占比一直还特别高 就基本上只有国债 日本的日债境外投资者买的不多 而且他自己央行买的占比很大 自己的央行是自己印钱买 然后政府不停举债 然后央行又印钱就这么循环起来 就政府能一直举债一直有钱 央行一直给他印 但就算是国家也不会有资赚不赔的买卖 一切命运的馈赠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为了维持这个自己发债自己不用还的状态 日本就不能加息 只要加息 政府就可能还不上那个钱 不知道日本家的央妈最近有没有一点羡妈跟停 就你失去了加息这个央行很重要的工具 而全球经济不好 美国发大水 日本维持不变 日元还贬值 那一美元计价 日本人的资产就一直在贬值 面对这样一个还必须维持现状的国家 就会有人去踹门啊 做空它 然而日本也承受不了国债这个奇迹泡沫破碎的代价 日本最近就央妈出手 疯狂买国债 重重的日了日债的空头 但有媒体计算 照这个势头 日本央行将在未来十年左右买下整个日本债券市场 日债还能撑多久啊 然后在最后浅浅的说一下中国奇迹 是的 他有一个名字叫中国奇迹 这个我不敢瞎说 就引述一篇2008年的文章 据一篇2008年12月发布于《料旺》新闻周刊的文章 2000年前后国外经济学家热议认为我们GDP增长有一段时间造假 因为能源消耗没有对应的增长 但是我们GDP一下就窜上去了 而事实上那个就是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那个反常的高速确实引人注目 那个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 为我们国家和我们的国民带了一笔意外之财 就是这篇文章认为总结当年的经验 4万亿以防止宏观经济下滑为目的的投资 流入大力建设保障性住宅是正确的 这篇文章的引述就到这儿 就算你不了解这些事的前因后果 近年来房地产作为资产 为有房人群带来的实打实的资产增值 我们也确实能看到 好了 三大经济奇迹就讲到这里 我们再稍微聊一句 为什么土耳其已经进入了奇迹预备役 俗话说得好 国中哈士奇 狗中土耳其 就一般通货膨胀是因为钱太多了 市面上钱太多 货物少了 钱就会贬值 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合格的姨妈 就是要把市面上钱收一收 你提高的利率 钱往银行里跑 市面上的钱就少了 这个是一般国家的操作 这样就是你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通胀 但是你也要保障不要通胀太过分 你要保证一下普通人的资产和他的劳动所得 然而土耳其这个咱反正对爱尔多安也不太懂 就是有人开玩笑说我们赌一把 土耳其和西方经济也必须死一个 就是爱尔多安想的是我这个货币贬值 然后我就增加出口 我经济变好了 我这些通胀问题就都解决了 那我们也静静地看着土耳其的这个联系聚会变成什么样吧 当然视频篇幅有限 我今天也只是给您讲几个俏皮的故事 然后我讲这些应该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 就一百年的做空美股机会这件事 这玩意儿你一两年可以 你拖到一百年肯定也不构成什么投资建议 但是我想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 三大奇迹最近出现一些崩溃的迹象 让我们确实应该思考一下 那些我们认为永远涨不会跌的东西 真的会一直继续下去吗 小猴这里希望大家不要对风平浪静过于习以为常 这会让我们失去对抗风暴的能力和勇气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谢谢你看到这里 欢迎关注我 我将继续讲一些经济学的常识 然后其实我讲基金才是最专业的 因为我是一个很专业的基金记者 但是B站它没有基金记者这个认证通道 所以就这样吧 我也不太想去挂靠全商营业部 所以就这样吧先 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经济学常识 然后我也怕我给你们推荐的基金你们亏了 可怎么办 嗯就这样也挺好 欢迎关注 拜拜 韩国炒房客末日将至 韩半次贷危机全租房是什么 雷在哪 美联储疯狂加息之下 被称为全球经济金丝雀的韩国 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屏幕前的您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最近韩国一种独特的租房制度 全租房 开始散发出一些爆雷的味道 或许将拖累整个韩国房地产市场和金融行业 小猴今天带您在很有可能马上要爆雷的韩国全租房身上 一起看看美国疯狂印钱在疯狂加息 对全球资产到底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 到底这一轮是什么样的雷在路上 在这里还是先防杠免责一下 本期视频观点比较明确 有可能影响到一些人的利益 但视频内容全部来自媒体公开报道 最重要的是 冤有头债有主要怪您去怪美联储 首先我们看看全租房市场 韩国有两种租房制度 一种就是我们中国常见的 交一个月还有几个月的押金 然后付房租什么押一付三之类的 另一种就非常有意思了 完全不用付房租 但是要交一笔特别高的押金 大概要占房子售价的60%到80% 交完押金就可以按约定免费住一段时间 一般是两年 这种租房制度叫全租房或者全税房 或者叫传世房 这种制度其实相当于租客借钱给房东 房东让租客住自己的房子作为回报 房租就是这笔高额押金的利息 全租房制度在韩国一直很受欢迎 房东本人拿到一笔金额巨大的押金 可以存进银行吃利息 也可以用来自己投资 就像网上那些存了100万 然后回老家躺平的神价老师们一样 靠钱生钱总是有路的 全租房在韩国可是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根据一篇韩国中央日报的报道 1876年日韩条约签订后 日本开始把朝鲜半岛作为自己的殖民地 并且迫使他们开放 釜山仁川和圆山三个港口 这个时候人们从乡镇涌入城市 但是买不起房 就在城市的房东的房子里 租一个小房间 而城市的房东大多数是小商人 做生意需要流转资金 他们又没有什么合适的融资方式 就直接用房客的押金当自己的融资 这类租房方式 其实一般发生在金融体系不太发达 小商人融资难的国家 比如现在还有的是印度和波利维亚 韩国是目前经合组织中 唯一一个还有这样制度的国家 但这两百多年来 在韩国全租房相关的 对租户和房东的保护立法不断完善 还设立了房东卷款跑路相关的保险 文在寅对全租房续签时候 押金的增量设置了5%的上限 隐心院还对租的便宜的房东 给予了一些免税政策 这些都主推了全租房的发展 而近年来 房东拿到全租房的押金 可并不是用来做小生意了 一个房子总价的60%到80%的押金 拿到手里如果是你 你会干什么呢 这一轮利率提升前 全球基本上都是宽松的疯狂印钱 国家印钱的时候 对于老百姓来说 买房就很划算 因为印钞机开足马力的时候 拿现金会贬值嘛 钱贬值了 那房子肯定会涨 对于房东来说 最好的选择就是再买一套房 而对于炒房客来说 玩法可就花多了 想想有这么一位勇士 手里有2亿韩元 付了20%的首付 买了10亿韩元的房子 然后以全租房的制度租出去 可以从租客那儿拿到8亿韩元的押金 因为押金是房子总价的60%到80%嘛 拿到了这8亿韩元 它可以怎么做呢 它可以用8亿韩元的押金 当4套房子的首付 再买4套10亿韩元的房子 然后就能收到32亿的全租房押金 这雪球可就可以指数级的滚起来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 不知道有没有人真的这么极限的玩儿 但有媒体爆出 有炒房客靠着这种方式 在首尔买了280套房子 最终由于杠杆加太多 资金链断裂引爆了一颗巨蕾 房东直接消失 导致数百名租客 毕生的积蓄 千客之间化为乌有 如果押金真的被房东用来炒房了 那很多房东就是有资金买房 却没有足够的资金 在找到下一个租客之前还押金 而炒房客在做房东的时候 要维持这个不停滚的状态下去 就要收更多押金 赌上之前的窟窿 因为你还要交利息 维持现金流 那么新房客的押金 就一定要比老房客多 这个游戏持续下去 需要房价不断上涨 而在这一轮利率提升之前 韩国的房价确实在不停的涨 印钞机马力全开 利率低的情况下 贷款的利息很低 市面上的钱也多 这个时候首先炒房客贷款相对便宜 每个月还的利息也相对便宜 而租客也比起买房 各想租全租房 近年来韩国房价高起 导致游泳期结婚的年轻人 掏空6个钱包已经不够了 就算是租全租房 也需要在6个钱包基础上再贷款 不是贷款买房 而是贷款租全租房 韩国有专门的全租房贷款 还有专门针对全租房的贷款优惠制度 当时低利率环境下 全租房贷款的利息 比房子的月租低 这样很多年轻人会边租全租房边存钱 甚至会把贷款租全租房 作为一种储蓄的方式 一位明治大学教授 接受韩国中央日报采访时就说 全租房租户倾向于将押金 视为一种储蓄方式 因为和月租金不同 押金不会消失 低利率时代 全租房市场就是这么个状况 那这样整个金融系统就为炒房者 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 不停助推房价上涨的环境 房价一直涨 老百姓越来越买不起房 只能贷款租全租房攒钱 但是这样炒房客就可以 在不停上涨的房价中收回成本 再买更多的房子推高房价 但这样的宽松能维持多久呢 韩国这样依赖进出口的国家 又有多大能力走出自己的独立性行情呢 美联储从2022年开始 疯狂提高利率 100 100 100个几点这么加息 就带动着全球要跟它一起提高利率 因为如果不加的话 钱在你这不值钱 在别的国家值钱 钱就会流到别的国家 韩国这两年也在被迫 跟着美联储提高利息 那票子不毛了 钱值钱了 最先表现出来的是 房价自然也会下跌 据华尔街见闻报道 数据显示 韩国2月份房价 较上一年的高位 下跌了4.4% 我们刚才说 韩国利用全租房的炒房客 需要房价不停上涨 来维持炒房 而加息周期下 房价跌了 炒房客就危险了 一方面是房东 无力偿还押金 另一方面利率提高 也让租房者更倾向于 把全租房的押金要回来 去租月租房 还有更直接的问题 就是房价下降了 举个例子 本来押金 8亿韩元 现在房价跌了 只能收到6亿韩元的押金 中间这2亿韩元的钱 房东可能一时半会儿 拿不出来 而据韩国人类住区研究所分析 如果房价下跌10% 大约1%的房东将无力偿还 全租房押金 还不起押金 资金链断裂的专业炒房客 房东会越来越多 全租房的危机就一触即发了 因为这个时候 房东要被迫卖房还押金 但卖房的越来越多 房价就会跌下去 而房价越跌 现有的全租房 房东就越来越难以偿还押金 就这样恶性循环的血崩壳就来了 而如果只是房东个人破产 可能并不会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但事实就是 房东买房贷款来自银行 租客租房押金的贷款也来自银行 在韩国如果房东破产 房屋将被拍卖 租户却不一定能收到全部押金 具体要取决于 债权接收者的预定顺序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房东的资金链断裂 还不起银行的房贷 租客也很难拿回押金 押金也是从银行贷款的 那么韩国的银行会怎么样 坏账会不会飙升呢 此外韩国作为国际贸易的金丝雀 今年又在尖叫 时隔14年 韩国今年在线贸易逆差 金丝雀效应来源 是17世纪英国矿井工人 在下矿的时候 会用一个金丝雀鸟笼 把鸟先放进去 因为鸟对瓦斯更为敏感 如果这个鸟出事了 人就不下井了 就此金融市场上 把这种对环境敏感的国家 或者具体产品品种 叫金丝雀 这事叫金丝雀效应 韩国就是因为经济深度 依赖金出口 体量又相对小 所以是国际贸易领域的金丝雀 最近韩国在线贸易逆差 这个数据表明 全球需求疲软的同时 也是在告诉大家 韩国的经济 估计接下来不会太好受 衰退不可避免 那国民收入受到影响之后 韩国的全租房能撑多久呢 韩国全租房这个事 本质上其实是这一轮 美联储带动的 从之前全球大家印钞机 恨不得擦出火星子的 货币宽松政策 到近期进入疯狂的 加息周期 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一个缩影 以韩国的房子来举例 也是希望以小见大 我们现在把它 往硅谷银行上套一下 您看您这回能不能看明白 美国硅谷银行 在钱不值钱的时候 买了很多美国国债和MBS 类似于韩国的全租房房东们 手里拿着钱 看着自己国家在疯狂印钱 怕钱贬值 那总要买点什么 全租房的房东们 选择了买房 硅谷银行 选择了买债券 硅谷银行的客户们 在钱不值钱的时候 银行让硅谷银行有一种 手头很宽裕 可以拿很多钱去买不好卖 又相对赚钱的 长久期债券的错觉 而同样在全租房这边 房子的租客 因为利息低 选择贷款 然后把贷款来的押金给房东 房东觉得手头宽裕 就可以再去买更多的房 但这是钱宽松时候的事情 当美联储疯狂加息 利率提高 逻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疯狂的一抄机停下来了 银行的利息又提高了 这个时候 无论是储户还是租客 手头都没有便宜的钱了 钱贵了 那想要把钱要回来 市面上的钱也就紧了 而硅谷银行手里的债 和韩国房东手里的房 这个时候 价格也都因为加息 下跌了 硅谷银行和韩国房东 这个时候 卖出手头的债和房 都会亏钱 而因为债和房的市场 价格都下跌了 硅谷银行和韩国房东 这个时候都浮亏了 如果这个时候让储户取款 或者还给租户押金 要么卖出自己承受大额亏损 要么就算自己手里的现金都赔了 还还不起 如果这个时候 硅谷银行的储户因为怕亏损来挤兑 或者韩国的租客 怕风险强迫房东早点退还押金 硅谷银行和韩国房东 被迫变卖资产 把浮亏变成真亏 就会把自己也给亏完 而且在卖的过程中 会把债券房价拉得更低 越低越卖越卖越低 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 这个资产就崩盘了 类似这样的资产 真的还会有很多 也就是在这个逻辑下 美联储宽松在加息 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并且很可能将全球经济 和美国一起脱入衰退深渊 这里小猴也斗胆下个判断 类似的雷存在于各个国家 也存在于各个资产中 还有很多还在路上 韩国这只金丝雀的数据 只是个警示 因为体量小 受影响又大 往往衰退的时候 它走在前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在今年年初预警 预计今年三分之一的经济体 将陷入衰退 而任何借钱付利息 其实都和经济增长 在事实上相关 补充一句 以防有人不知道衰退 就是经济不增长倒退的意思 你支付利息去借钱 如果这些钱 因为经济衰退没有生钱 这钱赚到的还没有利息 你需要给利息给的多 那必然就是亏损 单纯的借和还还好 最怕的事情 是连环杠杆的炸裂 多品种之间 周而复始的死亡螺旋 但很明显 这一轮与次贷危机不同的是 各国央行反应迅速 哪里出问题 迅速就赌哪里 哪像瑞士央行这样 赌上了自己国家的声誉 都在所不惜 但央行自己又能挺多久的 那今天就讲到这 如果您觉得小猴讲的确实可以 欢迎点赞 投币 一键三连 也会有很多人问 这件事对我们国家的影响 个人有一点非常浅薄的判断是 我们国家应该还好 因为我们和人家 根本不在一个周期里 出口多少会受影响 但是我们自己的市场体量 还是算够大的 再退一万步讲 我们国家的粮食是够吃的 那希望大家的资产 在接下来的风暴中 平平安安的吧 再见 人民币结算石油 暂未有所突破 但这家被制裁的中国城商行身上 你可以看到美元霸权的日幕 屏幕那边 你好呀 我是搞点基金文学的小猴 最近中国与沙特 签署了34项投资协议 万众期待的人民币结算石油 暂未有所突破 其实这也算在意料之中 人民币清算系统已经成熟 但要真的挑战 几十年前那次阿拉伯国家 维欧以色列失败 之后建立起来的那个 根深蒂固的石油美元体系 还有它的基石 美元霸权 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但有一家来自中国的银行 给了全世界绕开美元霸权的新思路 我们想想 之前挑战这一套石油美元体系的国家 后来都发生了什么 2000年伊拉克决定石油用欧元结算 然后被摁头以拥有洗衣粉为罪名搞死 80年代 日元有国际化驱使 然后被广场协议一朝锁死的经济 还记得欧元刚开始搞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吗 搞了欧元后 欧盟就被送了科索沃战争大礼包 应将维护这一套霸权体系的路上 不堪入目啊 美元霸权到底是什么呢 想象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宝贝 不仅可以帮你逢凶化吉 把自己家的危机转移到别人家去 还能把别人家兜里的钱掏到你兜里来 甚至让你看谁不顺眼 它还是个武器 不仅能赚钱养家 还能让别人脑袋开花 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 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 在一次次美国疯狂印钱让通胀流向世界 在加息把别国的资产收入自己囊中的过程中 美国每次遇到困难 都可以靠收割全世界的财富活下去 并把自己的危机成功转嫁给别人 但美元毕竟是大家都公认的 用来结算的货币 你用美元可能最后搞得这国家很难受 但不让你用美元可能更难受 美元霸权作为武器 最直接的一招就是咒语 除你出swift 就是把要制裁国家的银行 或者他不敢制裁国家里不听话的银行 踢出这地球上银行间最主流的国际清算系统 大家要知道国际间的贸易 一般都需要两个国家的银行进行跨国结算 就像你网购用支付宝获到了手里 你再给钱会更安全一点 钱先在那存着 国际间也是一样 海运路运运之类的走得可比快递蛮多了 国际上银行之间有信用证 之类这种获到了再拿钱 银行之间的清算机制 所以被这个国际清算机制踢出去的国家 外贸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就像咸鱼上那种走线下的商家 你可能就根本不想买了 国家之间也是 因为国际贸易主流都用美元结算 所以美国很容易把自己看不顺眼的国家 感谢观看